一些朋友你在此行的这个议题上面 你可能还在思考 还在摆当 然后我更开心的是有反对这个议题的朋友来到现场 因为每次在Face星期四上面 我说我最希望可以到现场来的朋友 就是他可能跟我们持不同的意见 然后他可能是还在思考 那当然我也很开心碰到就是支持Face的朋友 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希望就是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 然后你听完之后你觉得还想在不同的议题上面 可能更了解的话 那每个礼拜四都是一个机会 就把礼拜四留给Face星期四 留给Face联盟 那今天刚好也是第44次的Face星期四 我们在去年的4月份开始 因为我们完全就是不理会那个禁忌 好这是很适合我们的一个数字 好那我接下来我就要邀请今天的主持人 因为我是主持人的主持人 那我要非常慎重的介绍他出场 因为今天有很多是他的那个粉丝 然后我已经忘记我怎么认识他了 但是从认识他以来 就是让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一种法官的样貌 当然我也觉得这样的法官的样貌是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主持就把主持报 我们可能等一下克制他不要讲太多 因为他是主持人 但是我们就把主持报交给钱建荣法官 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很开心看到这么多朋友们的议题 其实我也是一个粉丝的心情来建议 建议 建议是2011年 2013年 2013年 好厉害 他建议2013年出我念书 刚上个月刚回来 他去研议范政学 我自己在台大白音所还在念博士班 而且念第二次 然后GENMEN出去的时候 我太太就跟我说 你不要到GENMEN回来 你博士还是没拿到 就果然又被我太太说招 而且张军恩这次回来 他一次拿了两个博士 就是德国跟匈牙利 都各来德国的汉堡大学 跟匈牙利的罗兰大学 都要颁给他犯罪学的博士 当然我们大家都说 GENMEN不需要靠念这些书 他就已经超级有影响力了 当然我是希望GENMEN能够走入校园区 能够传到给更多的心心学子 这是我第二次来哲悟 我记得第一次来哲悟的时候 是跟罗秉承律师 那天我们就来介绍一本书 叫法官的被害人 法官的被害人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法官不就应该是要保护人的 那那本书叫法官的被害人 简单来讲就是在讲德国 但是德国的书翻译过来 那就是在讲德国的冤案 那我刚刚还跟GENMEN说 其实GENMEN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死刑 他介绍台湾62个死刑判决 里面他的分析的研究 那他认为里面有不少案件是有问题的 那反过来讲就是那些人可能就是所谓法官的被害人 大概是这样子 那讲冤 某个角度就是跟大家谈死刑的个案 那讲对我就会想到GENMEN他其实很有名的讲两个 两个冤案的故事 然后各写了一本书 各位可能都知道 因为大家都提杀戮的前来 那其实GENMEN第一本应该关于司马尔说是五彩青春嘛 大家可以去买 这个是旧版 绝版的 那在五彩青春就是书建合案 讲书建合案 另外一本书就是十三亿KTV杀男事件 讲正经责案 我想各位可能如果是他粉丝应该都看过 那从这两本书 我想从书看人 从书看人 GENMEN在讲 讲那个书建案的时候 他在书的后面提到一段话 我其实蛮有感触的 我读给大家提 就是他说 他说正义 因为书建案十三年十六年 才终于获得平板 那他说 就这样说我认为正义从来不是天理 不是自然法则 正义是人的需求 他说 羚羊做错了什么事 狮子要吃它 没有 狮子想吃就吃了 没有听说过狮子吃了羚羊之后 还要找大象来仲裁 请狐狸来辩护 叫松鼠来当书机关 自然法则就是天地不能以万物为出口 那看到这段话 我会想到那个 那个 法国的那个法务部长 巴丹代尔他常在讲 他说 死行动自己就是人杀人 他说 其实自然界 自然界的动物是不会残杀同类的 他说只有一种动物会吃自己同类 就是老鼠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 人才会去杀人 那他说难道我们人要当鼠辈吗 那 后面接着讲了一段话 是我更有感触 他说 正义注定是辞来的 因为正义一定发生在不正义之后 否则你根本感觉不到正义 其实这段话已经提到了 这边刚好听到有很多法律系也有念公法组了 其实 这个就很像罗伯伦讲的那个不正义公式 就是你要怎么感受到正义 你先去看什么是不正义 然后他提到 正义就像一个很倒霉的上班族 他准时打卡认真工作 根本没有人稀罕他 可是他只要稍微出去透口气 就立刻被抓包 全公司此起彼落地喊着正义呢 正义去哪里了 正义到底什么时候才来 正义老是迟到 究竟怎么回事 那这段话让我想到说 冤案毕竟在所有 就是我们司法人员要处理的 可以说合起来每一年几万件的 就从刑案来讲 其实他毕竟是少数 换言之其实每一个法官讲话 他兢兢业业在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大部分我们都觉得当事人得到了正义 可是只要有一件有两件 甚至是这么离谱的例子发生的时候 就像刚刚那样的感觉 他就被放大 所以被放大其实他很可能反过来 就是我们每一天很机械的很自私的 甚至自己认为战战兢兢的处理事情的时候 只是没有被发现 他是不是就真的是让人家获得的胜益 这是所有司法工作者可能自己要去思考看看的 就是说不要总认为那个只是特例 或许不是 只是他被发现 可是当他被发现 他就伤害就是这么大 因为大家会凸显去看到那些例 那些实例 那最后 我果然讲太长了 最后那个十三年KTV里面 German在讲正习责案的时候 我想那是因为后来 当German投注在这些救援工作的时候 最常一定会被面对质疑的 就是为什么 他说别人都会问他 为什么都讲冤枉好人的故事 为什么不讲重放坏人的故事 难道司法就不是因为太宽太保障人权 而措施抓到凶手的机会吗 这个问题 我也很常被假官质疑 假官每次都会跟我讲说 你们法官就只会保护坏人的人权 那被害人的人权没人保护 这也是非常多常民所质疑法官的事情 我每一次都是这样回假官 我保护的被害人比你还要多 他一下子听不懂 因为法官要保护每一个 站在司法程序里面的被害人 都用无罪推定用正当法律程序 然后去判他到底有没有构成犯罪 只有你不要在每一个案子里面先入为主 都是以最宽 最没有新政的空间 然后去用无罪推定的态度 去审理每一个人 这样在每一个人都才有可能获得无罪的保障 反过来也就是所有的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各位 包括我 说不定等一下一个警察进来就冲进来 就把我刷走上手靠在那里 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的被害人 因而也只有靠谁来保障 就是法官 当你站到刑事输用程序之前 所以陈文才会说其实每一则冤枉好人的故事 都是重放坏人的故事 因为你如果冤枉了一个 就以刑案来讲 他一个被告你冤枉了他 那就代表这件事情真正还有一个真凶在后面 那个真凶反而被释放 所以其实在讲所谓冤枉好人的故事 其实也都是在提可能有坏人被重放的故事 那陈文最后提到说 他说凶手不是因为司法保障人权而逍遥法外 凶手是因为检警乃至法院 不在乎无罪推定与科学证据做出错误判断 而得以逍遥法外的 这句话又很像 没有 没错 这句话他虽然也同时指在了法院跟检警 我记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卡豆子 他曾经也讲过一句话叫做 真凶是因为警探的疏失而被释放 也就是说 大法官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会释放这个人 因为我重视程序争议 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是被他做的 但是当检警在办案的程序上产生了疏失 甚至是故意犯了错 那么证据我只要排除 我只要放掉这个人 所以这个证据很可能在这个情况下被放掉 但是他是因为警探的疏失而被释放 这些话都有异曲同工之用 这就是非常佩服捐分的地方 他不是念法律的人 但是他可以提到很多我们法律人 能够我手识的名言 甚至是最基本的原理原则 我好像真的讲太长 好 这样其实要全分一开够了 我想 我就把那个内容 现在交给全分 主持人讲长一点是有好处的 其实就可以让主讲人 有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 我离开台湾三年多了 然后回来难免还是有一点点 觉得需要多一点热身 才能够重新回到 好像再重新回到这个 真正回到这个社会里头来 所以用谈我的死刑的博士论文 作为一个起点也挺好的 那我想接下来我就 我就主要谈我的博士论文 那我希望能够尽量提供多一点 在这个写作过程里面发现的东西 首先我的研究范围是这样 我研究过去十年来台湾的死刑判决 全部的死刑判决 我没有做任何的筛选 那过去十年来一共就是62件 我十年是2006年做到2015年 那为什么不筛选呢 这个是刻意的 因为我先前参与的一些冤案救援的活动 常常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就故意挑那个冤枉的出来 那也有那些不冤枉的啊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因此我想这一次就完全不挑选 所以这些里头呢 然后不挑选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死刑都有定见 但是很少人真正看过死刑的判决 换句话说我们在赞成和反对一个 其实搞不太清楚的东西 那我想要真正的去看 到底死刑判决长什么样子 所以呢我的博士文的副标题叫做 死刑判决的how and why how就是说我想看死刑判决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想描述它是什么样子 why就是说那它为什么会长这样 所以基本上我的研究就是这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想要静态的看 这个死刑判决的样貌 一个部分是我想动态的问说 它怎么会长成这样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定的是说正义制造公司 我们可以把法院想象成一个公司 它有一个生产线 那它卖的产品是正义 就它的品牌 这个公司呢最最怎么讲 就它的招牌 它卖的是正义 然后它产品是判决嘛 它用它出产的这些判决来达成正义 那这个公司呢是有一个漫长的生产线 我们至少知道一个生产线是从地方法院 到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 然后可能会来回更审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生产链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判决 都不是个别法官的成果 都是这个集体制造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里头出发 所以我的静态的分析就是我要看说 那它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好不好 品质好不好 那我要看死刑判决是因为 在这个公司里头 它做的最顶尖的产品就是死刑判决 因为死刑是一个最严厉的刑罚 又是一个不能够回复的刑罚 所以死刑必须是它做到最好 就是品质管制最好 它的旗舰性的产品 所以我只要看死刑判决水准如何 我就知道这个公司的水准如何了 好 就一夜之秋嘛 那然后动态分析的部分 是我要看说 如果它最后的产品有问题 那一定是它生产线上有问题吗 所以那我分析完这个产品之后 我要回头来看说 那到底它这个生产线上面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最后产品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缺失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 那常常有人会问我说 那你是研究死刑还是研究冤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假设了 死刑和冤案是两个题目 可是对我来说 他们是互相关联的 我不是说它是画等号的同一个题目 但是我要说 在任何国家 他只要有死刑的话 我们凝视那些死刑个案 里面一定有冤枉的 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一个死刑制度可以保证说 我这里没有冤案 就是一定有 就是一定有 我们只是不知道到底多少 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 那所以呢 其实 所以在几乎无法避免的 只要你做死刑研究 那里头你不可能回避掉冤案的问题 你不可能假装说 这些死刑案件通通都判的没有问题 好 这是不可能的 好 那我实际上在看这些 这些死刑判决的时候 为什么有错觉好像没有声音 好 好 好 我还是继续讲 喂 喂 好 这样好像 好 后面还可以听得到吗 好 嗯 说到了 好 我在看这些死刑判决 我必须承认 当我真正开始 一个一个读判决的时候 我自己也蛮惊讶的 即使 我2013年开始去念书 所以在这之前 已经至少处理死刑相关的议题 已经两年或三年了 但是我在读的时候仍然惊讶于 原来一般的判决里面 有这么多的问题 好 我讲一些最最基本的 最最低层次的问题 好 把被害人名字写错了 把被告名字写错了 好 或者是应该要保护那个被害人 所以姓名不可以露出来 但是不小心某一个地方就露出来的 好 就很多这样子的问题 好 然后也有一个判决 很多判决有 也有些判决呢 会有一些自我抄袭的问题 就同一个判决 当你从头看到我的时候 发现同一个段落 它可以重复出现两次或者三次 那你可以想见为什么呢 因为 每一个审集 没有从头开始写判决 每一个审集就把前面的 前审的判决直接抄进来 直接自己增加一点而已 好 我看到很多判决 有这些低度 有一些非常低层次的问题 包括自我抄袭 同一段落可以出现两次三次 就在他反复更成的过程里头 因此你就知道 其实这个法官也更 他根本 他自己都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好 各位可以想像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你要学生交作业来 结果学生的作业出现这种 自己那个段落重复两次 或三次 你对这个学生作业的评价会如何 你对这个学生认真的程度 好 很快你就很很快你就知道了 好 那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我最后 因为我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我找一个朋友他懂中文 他叫Celia 他是美国人 但他懂中文 请他帮我顺这个里面的英文 然后非常有趣的就是说 我把这个 因为我在文章里面提到判决的一个段落 那我就把它翻成英文 然后我翻的那段英文 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被告想要抢夺这个被害人的房子 所以把被害人给杀了 以为了要抢他的房子 然后Celia呢 他看到我的英文以后 他把这段改掉了 他认为不合理 他把他改成说 应该是被告 跑到了被害人的房子里面去 要去抢他的财物才对 好 那用英文讲的话 应该是Burglary 就是 就是晚上跑到人家家里 应该是抢财物 不是要抢房子 我一看到他改回来这个 我就哈哈大笑 因为我就回信跟他说 Celia 我知道你改的比较好 但是很抱歉 法官写的是我的版本 好 法官真的认为说 这个被告 呃 是为了要 被告把被害人杀了以后 就可以买卖他的房地产 好 像这种是 这这这这种 匪夷所思的情节 竟然是出现在死刑判决里面 然后他会荒谬到 让这个我的Proof Reader 会根本认为说 是我英文写错了 所以之后呢 我就发现我在写论文里面 呃 很多我在引用判决的段落 我都特别加一个注释说 这个是忠实的翻译 我很怕我的口试委员也认为说 是我英文不好翻错 但是我说我要特别强调 然后把那一段的中文拿出来 就放在那个注释里面 证明说那个真的是原 原判决真的原来就是这样写的 那从这些例子 其实各位可以猜出来说 我所分析的范围不只是冤案而已 像这个未必是冤案 可是我要问的是 我其实是从我从我刚刚的分析 就是说我们对于司法体系的期待 这个公司他的产品 尤其是他旗舰性的产品 应该要达到一个最高的标准 因此我再问说 那到底我们实际上这些事情判决 有没有达到这个最高标准 那我在分析的时候 我分析的方法并不是用数字分析 是用文字分析 因为判决就是一大堆的文字嘛 那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谈一下 我怎么样分析 怎么样分析这些判决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看过判决的话 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说 动辄一个判决几万字 也有十几万字的 然后一大堆的有关无关的文字 全部和在一块的时候 那么多的文字 其实让我们无法思考 也无法处理它 那我所分析的是这样子 我去找出 因为这些死刑案件都一定是杀人罪 好 那既然是杀人罪呢 我找出每一个案件 虽然杀人案件会有各种不同的样貌 但一定有一些最核心的 比如说一定有凶器嘛 那这个凶器一定是有什么证据 可以跟被害人连在一起 因此我们知道说是这个凶器 把被害人造成被害人的死亡 然后一定有什么证据 是把这个凶器跟凶手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知道说是被告拿着这个东西 把被害人弄死的 那我把这个锁链称作是 这个故事的核心的锁链 任何一个死刑判决 他这个最起码的这个核心的锁链 一定要成立 这个锁链一旦断裂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故事 连最基本的可信度都没有 所以这个大致上是我 是我用来分析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 那在这个地毯室的阅读之后 在62个案件里面 我挑出有10个案件 我认为是这个最基本的锁链 都是断裂的 包括正信泽案 这个或许大家渐渐的已经比较了解 然后包括谢志宏案 包括邱和顺案 然后还有其他的好几个案件 那大家去想62分之10 其实是很高的一个比例 这个是很令人惊讶的 那我不是说另外52个案件没有问题 另外52个案件 其实有一些状况是 就是当他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对于一个案件的资讯 掌握不足的时候 我们不见得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 所以我只能够说62案件里面 至少有10个 我认为在他基本的事实锁链 就是断裂的 那这个大致上是我对于 我对于判决的静态的分析 另外呢 另外静态的分析部分 或许我还可以再 再分享一个研究发现 就是说我把判决当作是一个故事 那每一个判决他其实就是在 他每一个判决是法官把这个 审判过程里面所有的资讯 收集整理起来 然后告诉我们一个犯罪故事 告诉我们说这个被告 对于被害人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这样子来讲一个故事 那么当我们用这样子的观点 来看他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故事的起点 常常是会影响你对于整个故事的理解 好比说 好比说如果我们回去想这个318的 318的运动 如果你把故事的起点 从3月18号的那天晚上 有一群人冲进立法院 如果故事起点设定在这里的话 你会觉得说那这些人 没有去尊重现代的民主 没有去尊重代义制度 他怎么可以占领国会 而且这么多天 但是如果你把时间点往前推一点 理解到先前是有福茂的这个过程 然后甚至于是台湾整个在 在与中国的这个相互关系里头 在那个脉络里面 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会有318的占领运动 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 这样的差别其实就是说明了 当你把故事起点设定在不同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说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那我在判决里面所看到的呢 判决的故事的起点会在哪里呢 大致上你可以分成两类 有一类就是说 假如这个被告有前科的话 那第一件事情就会记载被告的前科 所以这个时候故事的起点 也就是先告诉读者说他是坏人 你去记载他的前科 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他是坏人 因为他这一次可能是杀人被判死刑 但先前那个前科可能不是杀人 可能是怯盗 可能是什么别的 所以他不是跟本案真正有关的事情 但他会先告诉你前科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要把故事起点设定在说这个是坏人 因此你就可以理解 你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说 那这个坏人难怪他接下来会做这件坏事 那如果这个人没有前科呢 我记得那一次 有一次我好像去前法官的课堂上面分享 然后有一位听众也是法官 那他就提到说 为什么会把前科写在那里 是因为如果是经过严格证明的 就会写在那里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 如果说有前科是经过严格证明 那假如没有前科也是严格证明不是吗 那照理说没有前科的那些人 就应该第一条就要写说这个人没有前科 但是我没有见过哪一个判决是这样写的 从来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判决会先说 这个人先前没有前科 那如果没有前科呢 他就直接跳过这件事 他就会直接进入说那这一次犯罪是怎么犯罪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 就是说法官怎么样透过很聪明的配置这些讯息 出现在什么地方 然后来决定和改变我们对于这个故事 这里面这个被告的感觉 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从私训所 从私训所就是法官在训练的时候 就他们会受到一些写作书状的训练 那这个写作书状的训练里面 就很明白的提供一些范本 比如说就是假如这个人有前科呢 你就就是讲坏他的前科以后 你就要说他人不知悔改 然后这次又做了坏事嘛 那总是用这个不知悔改 作为前面跟后面的这个联系 然后因此有时候会发生很荒谬的事情 比如他会说某人出狱以后呢 又跟朋友一起住 有不知悔改 然后接下来就犯罪了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朋友一起住啊 为什么跟朋友一起住 有构成不知悔改 或者他可能会说 某人有前科 然后不知悔改 然后再次犯罪 然后你在几千字以后 某一个地方才忽然看到说 原来这个被告 他是经营小面摊的生意 那这不就是悔改吗 他过去有犯罪 他现在就是在卖面为生 这不就是悔改吗 或者你会看到说 他总是在不经意的地方面 会提到说这个被告 就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因此在那个时候 我们才会明白说 原来他还有一些别的身份 那这里我或许可以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叫郑文通 他是 这个是最正确凿的案件 没有人会争执 他自己也不争执 那他的故事呢 是一个最典型的 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透过资讯的选择 然后 让你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郑文通案是这样子的 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是说 他打电话给他的姐姐和他妈妈 跟他们说 这辈子很抱歉 我如果有来生的话 再做你的儿子 再做你的弟弟 因此他妈妈跟他姐姐都认为 他要自杀 所以赶快报警 那警商人员破门而入 然后发现说 在那个客厅里面 阴阴暗暗的 躺着三个尸体 那三个尸体里面 看到有一个是小孩 所以消防队员 本能的先要去救那个小孩 然后靠近那个小孩的时候 忽然发现 其中一个尸体跳起来说 你不要碰我儿子 然后他们发现 原来他没有死 然后他手上还有刀 所以消防人员就退出去 然后警察来 把他手上的刀夺下来 然后他们发现说 原来这个男子 他自己也受伤了 他手上在流血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男子制服以后 送移 这个人就是郑文彤 那事情是这样的 郑文彤呢 杀了他太太 也杀了他儿子 然后他自残 这是为什么他们三个人 这样躲在这里 那这案子说起来很简单 因为房子也没有侵入的痕迹 然后郑文彤也坦承 他确实有杀妻杀子 但是我在看卷的时候呢 才看到许多的讯息 简单的说 郑文彤的太太 长期的行动不便 但是她需要吃很强烈的止痛药 她有各种病 那她的止痛药是最强烈的 就是管制药物 就是俗称叫做常暴药 因为就是吃了以后 就会昏睡过去的 但她吃药的药量会越来越大 这个有声音吗 OK好 然后我在她卷子里面 有她太太的病例 这个病例上面写着说 她行动不便需人照顾 那请问这个人是谁呢 在她们的这个小家庭里面 唯一的人就是郑文彤 好 然后我在她的这个笔录里面 看到说 她失业已经很久了 那卷子里面再慢慢往前看呢 才发现事情是这样的 她本来是铁工 她是做铁门铁窗的 然后她在操作机器的时候 手指头夹断了 那照理说这是工作伤害 对不对 但是雇主不但没有赔偿她 而且就把她解雇了 因为她的手指虽然有接回来 但她手指已经不能弯了 不能弯她就不能再操作那个机器 好 所以因此她就失去工作了 那作为一个铁工 她既然手指不能弯 之后她也再找不到别的工作了 所以呢她就变得越来越穷 可以想见 好 然后 这个判决里面也记载着 郑文童有前科 包括偷窃 包括未造文书 好 那偷窃是怎么回事呢 对对对 那个也有 对 三个罪了 有偷窃 有未造文书 还有就是 意思就是说你买共产的时候 用分期付款 但是到了一个地步 你就没有继续付钱了 对对对 好 那这些罪其实都是轻罪 然后都是 都是财产犯罪 都是跟钱有关的 然后她偷窃是怎么回事呢 再继续去查判觉呢 发现她偷什么东西 她跑去大麦厂里头 偷小孩的纸妙库 然后她为什么会被 然后为什么会有 偽造文书呢 因为在警局征讯的时候 她签的是贾铃 她签的是她邻居的名字 所以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那总之你可以看见这个人 在渐渐沦落成为穷人的过程里面 渐渐的成为犯罪者 然后当她是这个工作伤害的受害者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去为她主持正义 这个法律系统没有记录别人对她的犯罪 直到她实在没有办法 她自己成为一个犯罪者的时候 每一项都被记录下来了 然后在这个杀人案件里面呢 这些前科就全部列在 列在她的故事的起点 就是说她素性不良 然后在她太太的这个病例里面 那个实在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 那个小镇的医生 就是派她的护士到他们家去探访 因为她那个药是管制药物 可是郑文聪就每一次去求那个医生说 你可不可以一次卖多一点给我 我才不用一直跑来跑去 那个医生也觉得真的很同情她 然后派护士去看她 就去他们家看 那确实她太太就是都只能够躺在客厅 所以一个月就是用成本价 卖她一百克药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她太太的这个病例呢 她大约是比方说一月 比如说她一月可能是三号去一次 六号去一次 九号去一次 十二号 十五号 就是你可以看到她大概每三天去一次 到二到一个月之后就变成每两天要去一次 然后最后那个记录就是停在二月的二十三号 然后凶杀案发生下二十四号 那在这个 在郑文通的这个案子的卷证里面 我所看到的就是说 郑文通这个人有好多的身份 她最初是铁工 然后她是工作伤害的被害者 然后她是这个家庭主要的照顾者 然后她是小偷 然后她是未造文书者 最后她成为杀人犯 可是这六个身份里面 前面三个身份都没有出现在判决里面 判决只有记载她后面那三个犯罪的身份 前面的那些这个人如何成为犯罪者的那个过程 是完全不见的 那很多其实像郑文通这一类型的 就是说是家庭纠纷的 就如果她杀的是家人的话 这样的被告常常是放弃的 就是她觉得说我都把家人杀死了 我也没有家了 所以我也去死一死算了 所以在那个法庭笔录里面看到 每一次审判到最后的时候 法官会问说对科刑范围有何意见 检察官就说的很冗长 说一种制式的话 就是说恳请法官依法判决 沈酌所有相关的所说 然后问被告有何意见呢 被告都说判死刑 非常简单明了 那整个看下来我就觉得 其实死刑就是郑文通唯一获得的社会福利 在她这个掉落的过程里面 没有社会安全网去接触她 没有任何人帮她 其实真的唯一帮到她的 就是那个医生跟护士 结果我在眷警里还看到 医生要苦苦哀求检察官 因为她犯赖这个管制性药物 这医生也是犯法的 所以医生要哀求检察官说 我是因为真的是同情她 所以我才这样 所以请你考量什么什么的 那我没有办法查到说 后来到底这个医生有没有被起诉 那郑文通这个案件 如果大家回去去Google的话 你会看到苹果日报 对郑文通的报道 就是最典型的那种很富 然后不但杀妻 然后连六岁的小孩都能够下得了 这种毒手什么什么的 那判决后面当然良行的部分 也都是这些自私的语言 这些成语 可是当你真正去看卷的时候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那从这样子的比对里面 就是卷 看卷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卷子里面看到的东西 法官都有看到 这些卷内的资料 是法官都知道的 但是他就做了这样子的挑选 然后写成判决 因此你去比对那个卷的资料 跟判决的内容 你可以看见法官是怎么挑选的 那在郑文通的这个 郑文通的这个案例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起点 我们可以说叫做 Foregrounding or Backgrounding 就是你把什么讯息推到前台来 然后把什么讯息推到背后去当背者 这就会 这讯息的比重就会变得不一样 当你把起点放在 你把前面的那些这个前科 很简单的当作起点 不提供任何背景的时候 你会觉得郑文通就是 《苹果日报》所描述的那样 杀妻杀子 可是当你把那些背景的资讯 整合起来理解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其实是一个 已经想尽办法撑了蛮久 没有任何社会支援 然后想要过下去的一个人 那他最后失败了 然后他成为一个犯罪者 成为一个杀人者 然后因为他在这种绝望状态下 他不想活下去了 所以他没有任何抵抗的 总是希望法院可以判他死刑 那法院也真的就判他死刑了 那这个我其实我在看这些判决 看判决 然后有些时候可以看到卷宗 这里面常常有各式各样好玩的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好玩的东西 就是说你在判决里面 总是看到冰冷的法律语言 那有时候在卷宗里面 才能够感受到一些人的温度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在文章里面曾经提到过 在郑姓哲的案子里头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法院把案子里面的一把枪去送鉴定 然后你就看到那几页里头 简单讲法院跟鉴定单位的公文来往 就是法院出个公文说请你鉴定 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 法院忽然想起来 然后再出个公文说 诶 鉴定咧 然后鉴定单位回一个公文说 那你要先付钱啊 请你先付鉴定费 我们才会鉴定 法院呢再去一个 再请书记官去查 到底他们付鉴定费了没 好 然后这样来来回回 然后最后呢 好 鉴定费终于付了 那你看卷的时候很容易 你就一页翻过一页而已 然后这几页中间就会有延压裁定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次积压 只能够压两个月 所以满了两个月以后 要给一个新的延压 就要延长积压的意思 所以你知道每一页过去 就就是在那些拖延里头 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拖延 因为你真正做鉴定 根本不需要这么久 那个事情大概总共拖九个月 真正做鉴定 根本只要三个月就好 所以不是说那个鉴定 本身需要这么多时间 而纯粹是在这个 在这个官僚体系的运作里面 并没有把被告的权益 放在心里头 那你可以想见这个人 面对一个不公平的指控 对他错误的指控 然后关在法院 这样白白的就多关了六个月 然后延压廷的笔录 都是那些制式的 就是说这个人因为 因为设犯某某罪嫌疑重大 所以必须予以羁压 那其实看卷有很多这种 非常有现场感的东西 因为我从一个 不是法律人的角度 总是会有人问我说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看这些法律的东西 可是我总觉得其实在这里头 有很多 就是说在这里头 我看到的总是人的受苦 或者是人的挣扎 或者是人的决定 这里面其实都是 就是说在这些 在我阅读的这个过程里面 常常可以感受到那个里头的人 人的因素在里头 好 我想那个静态分析的部分 我大致上先说到这里 那动态分析的部分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动态分析的部分 我基本上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 每一个判决 因为都是一个集体的结果 他是这个组织做出来的 集体的结果 那每一次我们在谈到冤案的时候 尤其比如说有一阵子 大概是2011、12年 大概那几年之间 我们已经觉得正姓责案有问题 然后我们律师团已经在运作 所以那段时间我做了很多的演讲 是去告诉大家说这个案子的问题在哪里 那常常在演讲完之后 我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从听众的角度 常常觉得说 你现在想起来证据好像都 好像这个判决是很离谱的 可是他既然这么离谱 为什么法官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那当然比较通俗的解法 很容易的就说那恐龙法官 可是其实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我的博士论文的整个的观点 也真的不是这样 那我用的角度是这样 就是我们叫做organizational wrongdoing 就是说它是一个组织所犯下的错误 那类似的状况你可以想像 好比说比如说核电厂外泄 或者是像那个太空梭升空 然后就有爆炸 类似这种是重大的意外 那它其实会让我们有类似的疑惑 就是说核能专家都是很厉害的人啊 或者研究太空梭的 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 那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 那有一位学者 他叫Charles Carroll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Normal Accident 就是正常的意外 那从他的角度他就认为说 这些重大的意外 虽然我们都觉得意外是 一定是很例外的状况 很偶然的突发的状况 所以我们很容易觉得说 那意外是不是人为疏失 可是他认为这是Normal Accident 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些意外 其实你几乎可以说 他是注定要发生的 他是这个体系在运作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认为并不是因为 某种人为的疏失才造成 那这些人其实只不过是 按照既有的这个SOP在做事 然后结果会这样 那其实我在看这些死刑判决的时候 我基本的诠释也是如此 我认为我们刑事诉讼制度 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规划上面 有很多本来是无心的安排 但是这些无心的安排 最后会造成一个固定的偏误 那这个偏误呢 会对于被告不利 我讲 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谈这个 每一个案件 从最开始 假如检察官收集到足够的罪证 他觉得说这个被告真的有犯罪 他要起诉 对不对 他起诉的时候呢 我们有所谓的卷证并送 也就是说检察官把他收集到的证据呢 集成一个档案以后 就送给法官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 虽然卷证并送 我们听起来无感 可是实际上会造成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假如我是被告的话 我在被侦查的过程里面 我虽然可以委任律师 可是我不知道检察官手上 有什么不利于我的证据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做有效的辩护 那这段期间 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辩护的空窗期 因为律师根本不知道 到底要针对什么事情去辩护 那所以好 然后卷证并送使得每一个案子的法官 他对这个案子的最初印象 就是来自于检察官告诉他的 然后这个检察官告诉他的呢 这整个包括了起诉书 起诉书已经是把所有 这个有罪的证据 把他拼凑成一个好的故事嘛 完整的故事嘛 好 所以卷证并送是第一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在法院的审理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分散审理 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两个月开一次庭 两个月是因为每一个被告 每一次只能够积压两个月嘛 所以换句话说 两个月期满的时候 你不管怎样也是要开一个严押庭 那既然要开严押庭 那你就顺便开庭审理一下 所以可能就每两个月开一次庭 那这个案件可能会 比如说一年半之间才审理完毕 好 然后在这个审理过程里面 被告才会有机会知道说 我到底被指控什么事情 所以我要针对哪些点去做反驳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证据分作 入罪证据跟除罪证据的话 入罪证据就是会让被告被判有罪的那些 对被告不利的那些 好 除罪证据是对被告 除罪证据对被告有利的 好 那入罪证据呢 主要是检察官在收集 对不对 好 除罪证据是被告在审理过程里面 自己收集的 好 分散审理听起来 仍然是个中性的设计而已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呢 你把券证并送跟分散审理 所以那些入罪证据 是一次就送给法官的 而且是在案件的最开始 至于除罪证据呢 是切断的 是散 也是零星的 好 每两个月才有一次 我那个时候我在 我在论文口试的时候 我可以讲15分钟 那我就跟我的口试委员 谈分散审理的这个问题 我说各位可不可以想像 我现在讲五分钟以后 我们就散会了 大家就回去休息两个月 好 两个月之后 我们再回来再听我讲五分钟 好 然后再又休息两个月 好 最后呢 再回来再个五分钟讲结论 如果我这样define我的论文的话 那当我讲结论的时候 你真的会记得我第一次的时候 举什么例子吗 你记得我第二次的时候 怎么样 怎么样进行我的推论吗 还是说你就会坐在那里想说 你这结论怎么哪里来的 那分散审理就是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你本来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可是你把他中间切成碎片以后 中间都相隔两个月 这两个月之间法官并不是闲的 法官还要审理所有别的案件 所以他所有的案件 难道不会和在一块吗 那所以分散审理会造成这个讯息的破碎和片段 那这个讯息破碎片段以后 当然会使得法官就是会使得被告这边的故事 比较不可信 法官更不太记得 但是这个切断的状况 只有被告的故事会被切断 检察官的故事没有被切断 因为检察官的故事一开始捐赠定送 就已经送进去了 好 所以有这样的问题 接下来再有一个状况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证据调查的顺序 大家的习惯 绝大多数的法题食物的习惯是 因为一开始就传被告 那被告就先问 虽然后2003年之后 其实是规定被告必须要最后再询问 但是即使2003年之后的案例 我仍然看到 在卷宗里面看到 有一些仍然是他一开始就问 有的在积压庭就已经先问了 好 然后如果问完被告以后 通常会先问证人 那原因是因为 你如果有一些东西去送鉴定的话 送鉴定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就利用那个空档来先问证人 换句话说 总是会先问这些公述性证据 然后才去问非公述性证据 可是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就证据的重要性来说 应该是非公述证据比较重要 就是那些具体的物证 或者是鉴定的结果 应该是那些东西比较重要 可是实际上却会变成说 是先依靠人所讲的话 不管是被告或者同案被告 或者是证人 会变成是这个调查的顺序 会总是非公述证据先 还有呢 这个比方说先询问被告这个事情 有些人会认为说 我是给被告一个答辩的机会 假如说他先前的自白是虚位的 是被警察胁迫的 那我让他有个机会可以答辩 虽然利益是好的 可是我认为在实际上面 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可以想见 当这个案件如果第一次开庭 就询问被告的话 这个时候法官手上有的 就是检察官送来的卷证 加上被告 被告如果说我是冤枉的 我是被迫自白的 这时候在法官的眼睛里面 他会认为说你这是孤证 只有你这一个证据 人家检察官那里有完整的档案 所以我就会认为说那你在说谎 你只是现在畏罪 所以你不敢你不承认啊 所以这个调查证据会使得 法官可能对于被告的 这个罕冤的这个陈述 会怎么讲 会比较容易不去信任他 就对这个证据的评价 会受到这个调查证据的影响 好 那当你先调查这些非公诉证据的时候 法官都很有可能会觉得 很有可能用类似的这个想法 我用一个比喻来讲 这就像是我们篮球队 两队A队跟B队 每一队都是五个人 可是呢 这一队的五个人呢 是同时上场打球的 但是这一队的五个人 是一次只上一个 所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 法官都觉得说那你一比五 你就比不过嘛 所以他就会容易认为说那这个一是孤正 这个一是不可靠的 那像这样子的 像这样子的 这就是分散审理会造成的问题 然后如果我们去 然后刚才这个证据调查顺序的问题 会造成说这个篮球比赛 像是你先让那些跑龙号的球员先上场打球 然后等到最后剩下五分钟的时候 才派王牌球员上来打球 到审判到快要结束了 最后才鉴定结果才出来 然后才传鉴定人出庭 有的时候根本也不传鉴定人出庭的 那这反而就是说 会变成这些案件 他就是说案件会习惯性的依赖公诉性证据 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法官不断地接收到的 的这个 就是说法官当然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慢慢形成他对这个案件的理解 对不对 所以什么证据先出现 什么证据先出现 那后出现 后出现的那些会比较吃亏嘛 因为你前面先出现的那些证据 会形成法官对这个事情认识的 最基本的骨干 所以这是为什么证据调查的顺序是重要的 那如果你把刚刚讲的这些程序 其实全部加起来的话 他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系统 这个生产线 他其实结构性的就会有一些偏误 偏误比如说偏 他有这个公诉性证据的偏误 就是法官太依赖公诉性证据 因为公诉性证据都是先出现的 他听了这些人讲话 就已经先有一个既有的对案件的概念 然后他容易会是有罪的偏误 因为那个检察官这边 卷证并送的缘故 所以他的故事是完整出现的 而被告这边呢 却是被切成碎片的呈现 那这个是我在动态分析想要 大致上想要谈的是这个 就是说之所以会最后产生 不管是 其实不管是错误的判决 或者是比如说不完美 不随准标准 不 够不上这个 够不上标准的判决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 这些不够好的判决 其实是因为这个生产的过程 就有 就说是因为这个生产线上 既有的这些机制的设计 那这是为什么会讲 这叫normal accident 因为这些在这个机构里头的人 并不见得是存心要冤枉别人 不是存心要做错事 他可能是心存善意 也自认为在实践正义 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说 这个司法机器 这个正义制造公司 他本身的这个run 他本身运作的一些机制 会使得产生这些骗物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会像是一种 这会产生一个 就是说追加成本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没有人 就像是很少的人能够买股票赚到钱 那因为股票在跌的时候 常常不愿意承认他在跌 就很难认赔杀出 而可能会不断的追加成本 那其实就是同样的心理 会使得在这个 就是在同样的心理 发生在审判过程里面的时候 也会使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法官是不断的投注成本于有罪的这个判决 然后再 然后那越是这样子下去 就像是 就越到最后就越是起母南下 对 那动态分析的部分 我大致上是这样子的看法 然后在这 在这两个分析之后 我大概可以简单的 谈一谈我的结论 我结论其实最想要说的 也是我在看这些死刑判决的时候 最强烈的感觉 就是说 大众通常认为说 死刑一定是铁证如山 一定是证据确凿才会判到死刑 可是实际上在看这些死刑案件的时候 看到的并不是这样 看到的其实 其实是 一个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其实 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就是错误 即使是在死刑案件里面 也仍然会发生 然后他也不在少数 那如果我们考量到死刑是一个那么 强烈和不可回复的刑罚的话 同时也就是说 这个刑罚对于错误的忍耐率应该很低 我们或许可以接受说 其他的案件判的不够好 判的有瑕疵 我们或许还可以某种程度的赔偿 可是死刑案件是无法回复 也无法赔偿的 那我觉得其实 大家太容易去忽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 那这个大概是我在 这几年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所有的一些心得 所以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 那我认为犯罪动机很重要 就人为什么会杀人 一定理论上一定有原因 所以就跟刚才讲那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动机很重要 可是各位可能知道有一个判决叫 陈坤明案 陈坤明杀一个檳榔西斯的案子 那陈坤明他在杀这个檳榔西斯之前的 应该是之前十年前 他杀了一对姐妹 然后后来因为减刑 然后假释出狱 还有杀了这个檳榔西斯 那陈坤明其实从国中的时候鉴定 就从国中的时候就发现 他有很严重的妄想症 他当初杀那个 那一对姐妹的时候 魏陈坤明的姐妹的时候 他的变称就是说有一个 他脑袋里的声音叫他杀了 有一个旨意要他杀了 那法院鉴定的结果也认为 他有这样严重的妄想症 所以他有用19条减轻 然后后来处理 那在杀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杀 其实不是冰榔西斯 就是来应征他自己登报说 他要开冰榔摊 然后应征冰榔西斯 然后一个女生来应征 然后他的辩称也是说 因为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叫他杀人 他说我跟他面谈的过程中 他侮辱他的妈妈 就是说死者侮辱他的妈妈 所以他就跟他约说 你明天再来 明天那个悲害人一来 他就用球棒把他打昏 然后把他打到死了 就是因为一直有一个声音叫我杀他 我们的判决怎么说 那个犯罪动机啊 因为最高那个二审判决 最后是认为去鉴定的结果说 他在下手那一刻 并没有构成 我还是习惯用那个 精神浩洛跟心神上司 就是所谓的识别力判断减低 或者是没有判识别力的情况 所以他就等于说 陈和民是一直有病 一直有严重的妄想症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妄想的声音 要他杀人 可是判决又不踩他的那个变成 就说因为鉴定结果 他没 那为他行凶的那一刻 并没有构成那个精神病发的时候 所以他就 判决书就怎么写了 各位去看那个判决书就写说 陈和民在面谈过程中 基于不祥的原因蒙生犯意 就蒙生犯意就这样 蒙生杀人犯意 这是一个在我看 这个很糟糕的判决 怎么会有人 为什么杀人 你要讲出原因嘛 对不对 结果呢 这刚才第一次把他发挥说 你应该要查动机嘛 结果 跟医的判决就说 杀人本来就是异常之举 所以事出无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意思就大概这样 因为他无法回应那个动机 因为如果 我演讲最常讲 如果他 原本要写那个动机的话 那就是因为他病 就是因为他脑子 那个声音叫杀人 可是原本因为不踩那个19条 所以他不能写那个原因 他就要知道不写那个原因 不写那个原因 他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原因就只要写不相动机 这个就是一个 在我看来就是很烂的判决 你要说出他动机的时候 那你就不得不面对19条 你就得给他减轻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犯罪动机很重要 那最高反正最后那次发挥犯 就是说你应该查明犯罪 犯罪动机很重要 而且很正确的去施用两口 因为说你不能只是建立他行为那一刻 你应该是建立他现在救神的时候 以及他整个行为壮 就是人的一生这样子 他就是有病 后来就用原神就用武器处形去确定 这是我想到的那个所谓动机很重要 然后我们判决是怎么回避这些问题的 怎么回避这些问题的 那至于刚刚 杰文提到说 判决一开始我们都会写前科 对不对 其实我倒觉得法官可能不是想说 我要凸显这个人多坏 那一位的案件大概通常那个人都是累犯 这其实就是我们刑法47条的问题 就是说一定要写一个 如果累犯是一定要加重其刑的 五年内再犯 在我看来47条是违宪的 那个就是行为人刑法 就不管他这次行为的 应该给他什么样评价 而是把他这个人给拿出来评价变重 其实那个人过程怎么样应该是评价 要可能不可能减轻的情况 我们就把他直接在法律规定 一定要加重其刑 于是我们的判决书 前面如果构成累犯的人 五年内他有犯罪 五年前五年内他有犯罪 我们一定会写那一段 其实法官很多时候 在记那个前科是这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也要跟大家交代的是 现在司马书有一点点的改良 就是说我们有被要求 就是说交新的法官都说 不要再写这一段 因为这段就会让 你刚刚就误会 我们好像在写这个人是坏的 这个东西应该写在 最后理由的时候再去说 再去说 因为一定 医法一定要加重其刑 所以就写在后面 不要写在事实栏里面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种 没有共同理办他也写前科的 其实就是 他在五十七条审卓的时候 他必须 他是要认为说 他要考量所谓的 塑形 我们就喜欢讲的塑形量不量好 然后就把 要把它交代在前面 然后后面再写 那就像今天讲 其实我们反而忽略 整个前面那个脉络 他刚刚讲那个 子尿库男癌的那个例子 我当初看 是真的差点掉泪 许仲利润老师说 看了已经掉泪 然后 就是曾文通的那个案子 曾文通的案子 如果大家没有意外的话 一模一样的错误 司法实误还是在发生 也就是去年 去年唯一确定的那个案子 跟曾文通案是一模一样的 君文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君文知不知道 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都叫 叫他包青天案 他在里面阐释了一段 我们是东方社会 我们是包青天的社会 跟西方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大包青天案 还开杂的时候 国人节约爽 他不是节爽 他节约爽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应该让他死 那是一模一样的 先生杀妻又杀子的案子 他杀了太太把小孩抢过来 然后但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养这孩子 所以他就 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 他就在 那个汽车里面用 就是废弃 就是跟那小孩一起死 结果孩子死了 他被救回来了 他被救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司法很荒谬 曾文通也是警察把他救回来的 结果我们救回来的目的 第一次为了杀了他 就基本上他根本不想活 这两个爸爸其实都不想活 结果我们硬要把他救回来之后 是为了说还要把他杀死 最后都判了他死刑 几乎是一样的例子 可是却不去考虑说 他为什么会去狠心杀了孩子 而我认为司马实物在那两个案子里面 去判的死刑 都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杀了孩童 他就认为杀了孩童 是不可饶恕的 可是 就是 台湾人常来就是 就是 反过来我们这样想 他为什么杀了孩童 不就是他对这个社会 跟这个社会福利机制的不信任吗 因为他觉得我走了 没有人可以照顾我的孩子 所以我来拉我的孩子一起走 其实他反映的不就是 对这个国家的不信任吗 他没有办法信任 有人可以好好照顾他的孩子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过 其实 这个是国家自己可能在做的家 一时我们就说 你很灿烂就把你杀了 就一样的错误 正文通案已经好几年了 然后我们一样录例子 再发生一次 却没有在国家学到的反省 那个报警 你应该看一下 你那个子苗困难孩 那段故事 对 然后那个法官甚至他无法理解说 他无法理解说 有没有辩护人跟他说 那个死刑自便的是 他利用来自杀的行为 然后法官他们有延迟辩论 所以他反正在庭台说 我听不懂这一段话 我听不懂为什么死刑 是不是要用来自杀的工具 然后 然后那法官怎样 你就自己想 他听不懂 他当然就做出这种判决 那对于《喜苏壮》一本 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这样比较好 对 因为呢 我刚才一直 我刚才一直想要洗眼色 谁可以借我的体和脂 因为我没有脂皮 所以把这个写下来 好 我现在先回应 对话比较好 对 OK 第一个动机 我前马文意思是犯益的意思 对 关于犯益 对 为什么杀人 谢谢 谢谢 我才讲杀人一定有动机 如果是没动机的 那个你就是有力 OK 我在文文里面 其实有处理到这个 因为照理说 杀人的要件里面 犯益当也是一个部分 那我对这些判决的批评 就是说普遍性的都不重视犯益 都是用铁口直断的一句话再过 就直接说被告 通常也不见得有说因什么 就直接说他萌生杀人犯益 那在某一个时候 我看得出来 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可能对这个部分要求比较多 所以法官就很容易 你只要是被告跟被害人互相认识的话 就随便铁口直断说 因为他想杀人灭口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被告可能会争执说 我没有要杀他 我只是要教训他 所以可能他可能会说 犯益是伤害类似这样 那这些时候可能 这个判决就会直接说 他是为了杀人灭口 那甚至于有一些判决 他比方说他在犯益的部分 是我也有看过前后矛盾的 就是前面说是直接故意 后面说是间接故意 然后我也看过判决是因为 他就是说 他反复被发挥的原因 就是关于范逸讲的不清楚 就说他要判死刑了 然后那是一个纵火案件 那但是他的描述怎么看 他就说意思说是被告去纵火 明知道极可能会造成被害人的死亡 好可是因为有可能两字 因此好像那个翻译就不够坚强 好那这样就被最高好像就发回啊 然后最后呢发回以后怎么办呢 那高院就说 好吧既然你认为可能两字有问题 那我就把可能两字拿掉好了 所以那一句就变不通顺 然后变成说明知极会造成人员死亡 那你明知道那个中文就不顺了 为什么会不顺呢 就是他就是要回避那个可能那两个字 既然那两个字会被最高法官挑起 那他就直接把他拿掉 那从这个例子我想到另外一个 就是管中演案 那类似的就是类似的状况就是说 我常常可以看到说法官想要怎么判 因此他会去运用一些他的技术性的 他运用他的法律技术 那这个运用里头有些时候有道理 有些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有道理 好那像刚才那个把可能两个字 硬生生拔掉 这是一个很虽然很拙劣 但是反正他们也不在乎 反正大家普遍来讲 就是不太在乎翻译 那管中演的例子是这样 他被通弃 就是有一个杀人案件呢 认为是管中演跟其他的同伙一起犯的 好那同伙都糟了嘛 所以管中演就被通弃 然后通弃过了很久以后 他终于被逮到了 好 那被逮到的时候呢 管中演就当场承认说 其实我不只犯那件 我还有犯另外一件 好 所以呢第一件是已经被发现了 抓到他 第二件是管中演自首的 好 然后在当年 那个案件很久了 当年是自首是一定要减刑的 好 所以他身上呢 这两个案件 但是查下去就发现很尴尬了 因为第一个案件 那些同案被告呢 有的已经打死了 然后凶器也没有长到 好 然后现在他们的讲法又反反复复的 所以第一个案件 就是变得证据非常薄弱 第二个案件呢 证据极为清楚 可是第二个案件他自首 所以两个案件判死刑都判不下去 简单讲就是这样 第一个案件是因为证据实在太薄弱 然后年代久远都找不到了 第二个案件虽然很清楚 但他自首 当时那个自首一定要减刑 所以那怎么办呢 法官的做法就想办法把两个案件 连在一起跟同一个案件 那连在一起的方法呢 起先就说他是连续犯 可是两个案件中间相隔一个一年半 然后这两个案件里面 只有管中间是重复的 另外所有的同伙通通都不一样 那不管反正就还是说是连续犯 既然连续犯 那就当作是一个犯罪 好那这样就说 他后来的这个自首呢 只有自首到一部分而已 所以就可以 就不理他自首还是把他判死刑 后来呢 他案件审理很久 那连续犯规定废除了 那怎么办呢 他会说好那你这样叫长夜犯 所以还是一样的 那就把你说的 长夜犯 对啊 他就说那是长夜犯 好 所以最后仍然 仍然是把这两个案子绑在一起 然后说追逐 这个自首不算 因为我马上想到 管中间案件很旧的案子 所以我没有看过 刚刚追分讲的 我再举个例子 当然就会印象成个就是谢依涵案 谢依涵案才当无罪 无期徒刑确定 谢依涵案在一审是判死刑 各位都知道 二审是判他一个无期徒刑 跟一个死刑 因为他杀两个人 那个夫妻 抱歉我忘了名字 那因为为什么 那个他送鉴定的时候 就是请医生 就是医院鉴定 有没有所谓的叫化可能性的时候 医生的报告很有趣 他说杀陈敬虎 我想起来杀陈敬虎 没有叫化可能性 但是杀陈敬虎 没有叫化可能性 因为 不好意思 杀陈敬虎的太太 没有叫化可能性 因为他 各位知道 谢依涵看不见说 因为他被陈敬虎 嫌强奸或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他对陈敬虎有恨 所以杀陈敬虎的部分 有叫化可能性 所以这很有趣 他一次杀了两个人 结果医生跟你说 杀陈敬虎 有叫化可能性 就是有点情有可原的意思 但是你去杀陈敬虎的太太没有道理 所以没有叫化可能性 于是法官就只好说 好吧 那就一个死刑 一个无期徒刑 然后定职刑刑 当然就只有死刑 好 就这样 然后上诉最高盘的时候 果然被最高盘指责这件事情 后来就撤销发挥 撤销发挥 二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跟一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他就干脆 刚刚均分说 管中委员要连续犯 连续犯被掉了 那二省就先一行案 他就感觉说 现在这是接续犯 就是一个罪 他一个接续的行为 同时杀了陈敬虎 接下来又杀了陈敬虎的太太 所以是接续犯 只论一个罪 好吧 你说一个是交话可能性 没交话可能性 没交话可能性 没关系 我现在只论一个罪 那谁就没交话可能性 所以就死刑 更一省是这样判 现在确定的这个是更二省 因为上诉以后 又被最高盘发毁 然后又换了鉴定 各位知道 就是台大的心理系 赵益山教授 然后又说他有交话可能性 后来现在就翻盘 也就是说反过来是可以 你看杀人 其实杀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他就是独义无二的法义 他不可能再去构成所谓的 什么连续犯 还是接续犯 还是什么情况 他一定就是宿罪 理论上的概念应该要是这样 那至于什么 残害人群 那我先不提 理论上是这样 结果你看法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就干脆赶紧改成接续犯 这样的一个例子 继续 刚刚今天提到一个 就是卷证病送的问题 这个在我脑海里一直 一个 就是现在司法国事会也在谈论 就是说 我们到底要采取书状一本 还是所谓的 卷证病送 这个 我看那个 综艺咖 抱歉不是综艺咖 政经 什么 什么那个节目 他们连取书状一本都讲不清楚 取书状一本 取书一本 取书一状等 反正 取书状一本的意思 就是日本的话 那个一本就是一张的意思 也就是取书状一张集 那我们现在的注重制度是 卷证全部都给法官 那日本的制度是 我起诉的时候 你法官看不到卷证 你就只有看到一张起诉书 就是只有那份起诉书 那卷证什么时候看呢 法官开准备程序的时候 两照一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 讲法官再一一提出 我有一号证据 二号证据 三号证据 就是现在你看到起诉书上面 那个清单 我再一一提出来给你 那这个时候辩方也才可以提出说 我认为那个 第一号证据 有没有证据能力 然后我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反驳 这样提出来 他的想法是 这个时候法官才接触双方的证据 可是 我知道施改会一直很 最新于推动起诉书上一本 可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常常说我跟施改会 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反对起诉书上一本 其实刚刚坚本讲的一个问题 就让我想到 我更坚强的想要反对起诉书上一本 坚本刚刚讲说 他从卷证里面 那些卷证的例子 看起来其实 当然有些是法官去查的 可是有些本来就存在在侦查卷 就是所谓的检察官的 卷证里面的东西 我常常讲的是说 其实明天社会 他比较理论上 他的大体态度是比较信任法官 比较不信任检察官 那我就说改才起诉书上一本以后 你真的相信检察官不会藏证据吗 因为刚刚坚本说 那个卷证里面有很多是 读起来是可以有力被告的证据 对不对 当你现在是起诉状一本的时候 检察官他不会去筛选证据 也就是说 我什么证据通通回来 我就一直放在真哪儿去 换言之 检察官理论上他不会藏证据 那个是整叠的东西 最后是起诉那一天 就通通送到法官那边 但是如果 当你才起诉状一本主义以后 是不是就会有个内卷 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检察官起诉的时候 只要给法官起诉书 然后接下来到准备程序的时候 我才一一提我的证据 那这个时候检察官他就会好整一下去筛选他 不立被告的证据还会拿掉 美国的例子很多冤案 最后都发现是检察官查的证据 或者警察查的证据 从警察开始查的证据 现在因为卷证并送 所以警察也不会去筛选 这女主通通放进来 当然谁知道 说不定有不知道 但是会在卷证里面 我担心的是这点 我担心的是说 难道检察官在证据开示 就起诉状一本主义以后 他不会藏掉有立被告的证据吗 那各位一定会想说 那我怎么判 那你是法官 你当然会说你不会预断 那可是我承认 我们先看了原告 就是检察官的卷证 我们可能会产生预断 因为我们看不到被告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在限行制度下 也不难解决是 第一个我们可以踩德国所谓中间程序 那个太复杂我不提 在我们不踩中间程序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先想看看法官应该怎么样 成后再开庭 我们的法官因为迫于结案 案子太多 我们有所谓救审期间的规定 也就是说非刑法61条 就是所谓的比较重的罪 你要7天 你一定要给人家7天的准备 你才能开庭 61条要准备就5天 就真的有法官 就真的只有7天 也就是他受到起诉 卷证的时候 他就定一个7天后要开庭 就当然算把邮政送达了几天 他很快就要开准备程序 这个时候其实法官 有没有看到辩护人的资料 没有 假如侦查中根本没有辩护人的时候 那更是清楚 他根本没有辩护人资料 法官就开庭了 所以换言之 他看完讲法官的东西 他就马上定了起 他就要开庭了 这个时候你当然会预断 因为你只看到一照的说法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跟法官讲说 不要那么急着开庭 干嘛那么急呢 你不能放7 不要讲70天 你不能放17天 27天 37天吗 什么意思 你不能放到等到被告的答辩状也进来 你两照的东西都读过以后 你再开庭嘛 各位了解吗 其实操作上根本一条法条都不必修 法官用做都可以做到 你看完检察官的证证的时候 你等嘛 你等辩护人的资料贴 当然这个前提都必须要有辩护人 就算没辩护人 也要让被告人有答辩 也就是有一段时间 你看完了两照东西 你才开始开庭 这个时候你看的是两照东西 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 律师也要打定 就是即使是有辩护人的例子 像我绝对不会什么7天 5天才开庭 我都是很慢的 我一定放很久 然后等到天才放很久 还是什么东西都没进来 你非要订了准备程序的时候 辩护人那一天当庭提议叠东西 资料给你 请问我当庭怎么看 不可能嘛 所以辩护人必须做到说 你要在开庭之前 你就想办法把资料寄来给法官 法官要看 我们当然先设想法官会看 对不对 你不可以当庭提议叠 我当然来不及看 那就没有意义 那法官这个时候为了结案 他就只做这一次准备程序 他根本还没有看你这样 他就把准备程序给做完了 如果像这种情况 我也有调和方法 我就开第二次准备程序 可是这样一开 就像就跟你讲 我们还有别的很多案子 那一定就会慢 就会拖 就会变成这样 也就是不可能集中 那这东西其实都可以去做处理 甚至证据能力的部分 我都想过 在这种所谓卷证并充的情况下 你先分给一个预审法庭 然后他在准备程序的时候 要先辩论证据能力的东西 然后证据能力辩论完 没有证据能力的笔录 譬如说这份字白是刑求的 预审法官 就是松明环自己先判断 调查也判断 判断完 所以这份笔录是假设是刑求的 当场撕掉还给你解答官 没啦 这份笔录 因为我才确定没有证据能力的还你 然后剩下有证据能力 假如八项证据 最后剩下只有三项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资料 才留在这个预审庭 然后再拿去分案 再具有审理庭审理 这时候没有证据能力 那五项早就已经还给假官 再也不能提出来 不是一样可以操作吗 一样可以操作 施改会一直害怕的 预断的问题 我当好借这个机会去说明 其实采券证并收 一样可以操作 这个东西甚至连一个法条都不必修 因为判断证据能力规定 因为我们在行事序法273条第二项就写很清楚 甚至我一个牌子不用说 但是司法行政要做很大的改变 也就是刑事庭里面可能会有 将近一半法官要做预审法官 然后接下来后面有一半是审理法官 不是现在的审查中心那个样子 审查中心就只是一直要把案子解掉 解掉解掉 那个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司法行政可以马上做的大改变 一个条都不必修 可是我们有没有要炒这里 显然没有 那其中一本 我说实在我最怕最大的疑虑就是 因为甲官已经有时间准备 他可能会藏证据的 这个疑虑我会 那那个军 军本讲的券里面 可以看到比较有温度的东西 很可能在准备证据的时候 会不见 会被拿掉 会被拿掉 那当然这时候 也一定会有甲官跟我抗议说 我是堂堂司法官 我怎么可能 我有利不利的证据一定的 或有利注意 这个真的是天方夜谭 当你的管考是说 当这个被告无罪 你就要扣分的时候 你真的会 就会说我拿出可能 有利被告的证据吧 可能 这是挑战人性 这是挑战人性 我基本上不太 就是打个问号 大概就是 关于见证病 我一直有话讲 一直想讲 那至于那个 前科完以后 就拒人不知悔改 我也很讨厌写那句话 可是我以前我承认了 我当好久了 麻烦我也都是很自私的这样写 我最近这两年 就是现在来高院以后 我开始把这句拿掉 很无聊 我干嘛老是说人家 前科完就说人家不知悔改 那根本没有 那个连结是完全没有连结 就直接 就是这句话 就是连接词 而且那个句是什么字 一个言再一个句 你懂那什么意思吗 那个就是所谓的书类不白话 所以我现在再也不写什么 句不知悔改 就拿掉 甚至就是我说 前面我也不在写那些前科 如果是够人类犯 写在后面 那如果真的要做人格 品格证据的判断 因为被告有所谓品格证据 就是以后 要做品格证据判断 或者是要良心的时候 我还是会写 只是说操作上 尽量不要让被告那种事 是因为你有前科 所以我会判断你这件有作 这个绝对 不要让被告 产生这种误会 大概这个是 我先回答 我再回答 刚刚一开头 他讲说 死刑判断应该是 正义制造公司里面最顶级的 旗舰性产品 对不对 然后一审胜 第一次的制造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死刑定院的案件 他第一审是在桃园地院 所以我亲耳 我是亲耳听到 那一提的审判 这个讲 因为我不能透露太多 就是人类特定 当时他跟我说 他就说 这么残忍的犯罪 我一定要先判个死刑 下他一下 他说我要判个死刑 下他一下 他的想法是 我要用死刑 下他而已 他并不认为会确定 他们并不认为 那个案子只有会用死刑 他们认为说 反正到说 我们一审法官常常这样 我现在已经是二审法官 一审法官常常会有这个心态 反正最后决定权不是我 所以反正我判完 还有二审 还有三审 所以他在一审 那一庭就真的 最后他真的判了死刑 而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我没记错话 连发挥根审都没有 就真的一审死刑 二审死刑 三审有延迟辩论 还是我的好朋友 去做延迟辩论 最后死刑地面 他的所谓 我在一审 吓他一下 最后竟然定议 你不觉得很可怕 所以我其实常常跟一审法官讲说 一个案子要不要死 就是说 我以前有一个庭员跟我说 他说 他说学长 我其实也是支持废死 但是我 没有像你那么勇敢敢这样大声地讲 那我应该怎么做 我跟他说 就从我们自己不判死刑做起 也就是一审法官不判死刑 基本上 到现在还是王皇伟伴 这样改判而已 基本上还是有的 还是有 基本上就很少有二审 会把一个无期徒刑 或者有期徒刑 那案件改判人死刑的 例子非常少 因为二审他要去 变更你的裁良权 那个良情的裁良权 那个是司法实物最 最不知道怎么去指摘人家的 而且甚至是最尊重的 所以当一审只要不判 基本上二审很难改判死刑 很难改 都市兄弟 都市兄弟不一样 都市兄弟是无罪改判成有罪 无罪改判成有罪 我现在说的是有罪 但是我不判死刑 我有罪 然后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或者是有期徒刑 其实我 除了王宏伟伴 王宏伟伴 其实是一个严重侵害 侵害他的不治正己罪的一个案例 他就是一审他没有和解赔偿 然后二审的时候 法官要他和解赔偿 然后他就 他妈妈就真的赔了 他妈妈考虑要赔人家的时候 去探监 跟他探监的时候 就跟他讲 然后他就骂他妈妈说 不要赔 干嘛赔 花那么多钱赔 反正不会判死刑 意思是一审他无期徒刑 结果二审法官就掉那个录音带 我最近刚刚写了一个判决说 那种录音带不可以用为证据 不可以把那个 不管是在监还在押 四字六五四号解释就讲得很清楚 那个是不可以作为证据 所以刚刚六五四虽然是讲律师 但我认为一样 就被告的角度来讲 他的那个 他在看守所或监狱里面的那些录音 是不可以用的 那就二审用了那个证据说 好啊你好可恶 你看还说不要赔钱 反正一审已经判无期了 我就给你判死刑 就二审就用这个理由 你去看二审就是最主要理由 就是这个理由 把他改判成死刑 从此以后 没人敢再改判 就一直死刑 虽然撤销发挥好几次 而且和解了 赔了几百万和解了 也就是最近 检查中党 在国事会议突然非常上述的这一届 往红回来 就是这一届 这是很早见的例子 所以其实从一审法官 只要开始不判死刑 其实我觉得 大概台湾的死刑问题解决一大半 解决一大半 你就看嘛 其实死刑都是从一审派的制造起 那一审法官要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做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 其实应该这样讲 每一个法官都要有这种认知 你不是终审法院没有错 但你要用终审法院的态度去决定 你每一个案子的决定 这样子 你就不会轻易的去判出这种 无可挽救的判决 无可挽救的判决 最近妈妈 先言还判了无期徒刑确定 对不对 我看到那个吕炳红 就是妈妈检案的老板 我一直 我刚刚还 这边网路真的很差 我还这样点进去看 他到底内容一样 我看到那个标题 他说真相将找到 将埋葬 就是说 他的无期徒刑 他说将再也找不到真相 我觉得是倒过来 你如果把 因为他 吕炳红的意思 我不知道内容 我没有看到内容 我在想他会不会想说 是他还有别的真凶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或者说到底成幸福有 杀了才是真的找不到的 才是真的发现不了真相 就是因为人要留着 你才会知道真相 许志强案就是明显的例子 许志强案就是那两个共犯 就是因为没有杀掉 那两个已经判决 确定的死刑犯 陈一龙和王春起 我这次终于把名字都讲对 每次都唱歌 都两个名字都讲不出来 那两个都没有被执行掉 所以许志强才可以透过 不管是交互结论 各种检验 然后最后能够得到 得到一个平反 可是Face眼神现在在救援的很多 在我的理解 就至少有两件还是三件 就是前面的共犯已经被杀掉了 然后就只能用他的笔录 因为后来的共犯才到案 各位 我们司法实务常是这样子 被告会把案子推给 那个没有出现的人 就还没有到案的那个共犯 我自己的审判经历就很常这样 所以我最有一个案子是杀人未遂 我最后就说他五个人通通推给你 他们通通判了过失伤害 每一个人都说 用那个巨大的抖像 被害你头上扎的那个人是你 每一个人都推给你 他们通通都已经用过失 用伤害罪都已经不受你而解掉 这剩你逃了半天 最后三年后你还是被抓 我只省这一个 我前面那四个是别人省的 我只好判他杀人未遂 因为通通推给他 当然又叫别人来作证 就是说 如果你把那个前面指证的人 说不定他才是真凶或主谋 或主要行为的人 可是你把他给杀了 就因为他也判死刑 对啦 然后他现在没有办法跟后面道案的 所谓他指为主谋的人 你没有办法可以指 但是我们司法师律 已经好几件这样的例子 就把你后面这个人给杀了 简单的讲 国家可以不用急的执行掉这个实行 就算确定 只要有共犯来在 你就不应该执行 否则这个后来道案的共犯 之所以没有办法对职捷问的过失 是谁造成的 是国家 国家造成的责任 怎么可以让被告去承担呢 结果我们法官还是很勇敢地这样判 先到这里 好 那我简单的回应 然后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我回应两点 第一点就是关于起诉状一本 我觉得前马文所提的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或者 对 就是说我们有个同样的愿景 就是说 从案件的一开始 就应该让简方和便方的资讯 能够平等 对不对 应该这个东西是底线 那只是说 如何达成这个资讯的平等 我们提的可能是认为说 那我们让简方的这个资讯 也缩减到极小 就只有一张纸 那前马文所提的则是说 则是反过来 就是让简方的资讯可以充分提供 但是让便方的资讯也可以充分提供 那但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说 从案件的一开始 双方就必须要有资讯的平等 因为资讯平等才是武器平等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共同的 那至于处理上 会不会起诉状一本 使得检查官会长期 对被告有利的证据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长证据这件事情 跟刚才检查官会提到 检查官的管考比较有关系 而跟是不是几度状一本 其实没有关系啊 因为现在他整个卷证定说 他有没有长 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然后警察那边有没有长 每一 几乎每一个冤案里面 我们都怀疑他真的有长 大家如果有看 131KTT杀人事件的话 你会看到说 在正信责案的这个鉴定里面 他的公文编号有票号 他的公文编号12346 然后就没有5 那但是你时间前后去比对就发现 这个案子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他那个京北枪战 然后结束京本京北枪战发生之后 第一时间警察就去封锁现场了 所以照理说你所有的弹壳 所有的手枪 所有的东西应该都在现场 可是我们发现 最重要的几个弹壳 弹头没有出现 然后那个编号第四跟编号第六 都是关于子弹的 今天那个编号第五不见了 然后警政组怎么回答呢 他说我们在可能是公文编号的时候 跳号 很奇怪 我以为连用制约都会从1数到6 为什么警察会数12346的 为什么5不见了 那这种东西都是没办法 就是你再怎么样跟他要 他就说就没有啊 就跳号啊 好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藏不藏证据 就是即使在卷证病重状态 他也有藏证据的可能性 那我倒觉得真正会 真正决定他会不会藏证据的 其实是那个 就是说检察官 我们是怎样讲 检察官一直有个升官图嘛 就是说他在基层当检察官的时候 案件量很大很辛苦 那他的期待就是说 他多年熬成活以后 他要升官才能够 不要再留那么大的工作量 好 那你如何会升官呢 如果说你这个案件的被告 最后看无罪 就会影响到你的考基的话 那这个制度设计 就是在推检察官说 你就想尽办法的 你如果真的傻傻的在那里 有利不利一律注意的话呢 你就在这个升官的道路上面 你就会被排在后面 那这个是完全 这个是制度设计的错误 会使得在里头的人会非常困难 变成说你如果在做对的事情的话 你会得到惩罚 好 这个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司法改革博士会议里面 一直想要去改革檢查系统里面的 这个升官图 这个升官图是错的 因为他在奖励错误的行为 他在惩罚正确的行为 然后我可以快快地回应一下 那个 关于那个同案被告被执行枪决 以至于让案件的真实又办法呈现 在我找到的十个有问题的案件里面 至少有两个 我立刻想到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这两个案件都是这样 就是说有一些案件是还有 就是当时的这个凶器有找到 但凶器上面完全没有被告的激震 因此判决是写说 因为是这个共犯 就是有翻译给若翰行为分担 好 所以呢也就是说 这个被告从来没有去摸过那个凶器 他是教说的意思 然后他都叫其他人去开枪 或者是使用这个凶器来杀人 好 然后至于那些其他人呢 老早就判死刑 老早就执行掉了 因此你会面对一种死无对症的状况 真的是死无对症 就是那个指说有半夜联络的那些人 都已经执行掉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有他们当初那个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笔录而已 那仍然就是用这样子的证据在判死刑 然后这一类的案件反而非常有趣的就是说 他会变成一个救援上面非常困难的 你几乎没办法动他的 因为你可以想像 我们几个可以平反的案件 常常比如说如果有DNA证据的话 好 那个平反是最有利的 可是这像这一类的案件 他本身已经这么薄弱了 他唯一有的只有人 这些同案被告讲的话 同案被告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真的死无对症 你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说你要把那个胸腔拿出来 没有用啊 因为判决本来就是说他没有摸过那个胸腔啊 他是叫别人拿那个胸腔打人啊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说他这个 那个时候秋写志律师 因为其中一案子是他办的 他就讲一个东西 他的标题叫做说 国家把我的证人杀死了 真的就是这样 那个本来可以是他可以传出庭的证人 但是已经被国家执行掉了 我补充一件 另外一件是我太太教育的 刚刚结果讲的例子 那个例子很离谱就是 A老大跟B老大 两个老大 两个所谓老大 那个案子就杀紧了 然后明明就是A老大的小弟 开了枪杀了警察 那B老大跑掉了 B老大他跑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A老大跟小弟有被抓到 然后小弟呢 他的公词就说 是B老大叫我开枪的 其实理论上他应该是听A老大的 然后他就是B老大叫我开枪了 甚至还说了说B老大 因为我不敢开枪 因为那小弟很年轻 我记得非常年轻 二十出手 然后他说是B老大扶着我的手 我的手一直巴抖 他扶着我的手开枪 把警察给杀了 我是听了情节匪夷所思 他扶着我的手 然后那个案子其实 只有涉及另外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 那个案子的卷证里面 有疑似法官收贿的一些指控 那我一直要 我当然我太太看了有跟我讲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的转型正义真的很随便 就是说 我们先不谈那个所谓政治的转型正义 如果在美国一个警察被发现贪污 或假的被发现贪污 他经手的所有案子 通常要解释过一遍 那是非常耗费局势 因为你既然会贪污 你可能在一起的案子也会贪污 可是台湾不是 台湾那三个法官贪污被抓 那就那个案子结束了 他经手这么多的案子 其实说实在里面 可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结论 没有人要去查 这个才是我认为 就是说我们先不谈那个政治性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转型正义 那 那个 我刚刚讲的那个案子里面被指控 就是二省 被指控 就是里面有所谓的监听到的资料 或者是那个 那个A老大 可能去 可能有疑似送钱给二省法官的那个 那些法官都退休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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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卷证都没有被翻出来检验 都没有被翻出来检验 也就是说 很可能是A老大叫那个小弟杀了人 然后小弟就推给B老大 而A老大去送钱 A老大最后只被判此相罪 最亲的一个罪 而法官可能在这个案子里面收贿的证据 完全被忽略掉 没有人要去查 没有人要去查 陈证法官一样看到 但是 在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他的前辈 或者什么呢 或同事 完全就当作不管他 没有出现在任何判决 在捐证里面有 有有有有 有被告提出那个 就是那个小弟的爸爸 小弟的那个爸爸 他小弟后来就是被执行掉 他有提出这个疑似的这个证据 结果没有 因为他也想救他的儿子 因为大家都推给那个小弟 小弟想办法就推给B老大 然后结果就是小弟跟B老大 都被带死去 A老大没事 这种转型争议的 真的要去做的也没做 也没做 那这很 我承认这个工作很艰巨 很耗时 但是他是一条命 不该去查吗 A老大至少在 他人还在 我不知道确定在不在 还在 后来也死了 不知道 谢谢 你是主持人 你要温导再来用 对 抱歉我还有解释 赵荣有问题 对 好 那个 我更正一点 赵荣刚刚说 他想来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 那么被司法体系讨厌 我澄清一点 我不觉得我有那么被讨厌 应该这样讲吧 或许 比我资深的人 有比较大比例的人讨厌我 但我相信 比我之前的人 知道讨厌我的比例 应该是低一点 好 我想请教说 就是 假设 假设是 讨厌是 是 是一个 就是正义制造公司 那 就是我们所认知的 无罪推定原则 或者是法官的自由性证 就是 可能会受到管考 或者是人的因素 那 就是 假设说 因为我本身在科技公司工作 那 如果 我们是用AlphaGo 当法官 然后 所有的判决 就是使用那个判决 产生器 然后就是 然后把所有的证据 整合在一起 变成大数据 那 就是这样子 感觉 树定 还比 真正人为的判决 可能 证据力 更会顧及到 证据力 或者是 被告的人权 然后 再来就是 就是针对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就是 可能有些 司法官 会主张说 就是 如果 不是学法律出身 或者是 不是学德 就是假设不是 有相关背典的话 就是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如果不懂 目前的现有的制度 然后 看不到就是 所谓 基层法官 檢察官 目前的处境的话 那 要怎么 从一个 这个 食物界以外的角度来 让 目前的司法体制 变得更好 好 再收集问题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兆容的 兆安的背景 那 也是半个司法人的家属 所以他会特别关心司法人 法官 假官的处境 那这个 我看你等一下 全部都可以回答 好吧 就是 刚才 旁边 就是 今天的那个 主讲 他讲到一个 就是 很多就是 冤案的发生 并不是单纯法官问题 它可能是一个系统问题 然后 这让我想到 就是 因为我们 我是读医学的 那这医学中有相同的概念 是 认为医疗失误 医疗不良事件 它是由多个失误造成 所以它是 存在于系统问题 那今天 我提一个很简单的 线性的逻辑 来 试图去阐述今天 所要讲一题 就是 第一点是 我们的法律中 有死刑这种刑罚选项 第二点是 我们的司法体系里面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是 会造成冤案 或是去 会造成模糊的地带 那第三点就是 因为前面两点 所以 有些的死刑是冤案所造成 那 我想问是 为什么 不去先解决第二点 也就是直接问题 就去改变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废除死刑 好 我没细说话 我介绍说 你还是一直质疑 应该可能要有死刑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很棒 可以 绝分也可以回答 不过我擦一点点嘴 这一番臭文 我刚一直要翻的那本 就是德国这本 法官的被害人的书里面 他也一样指责法官 就是太盲姓警察 而检察官也姓警察 因为德国讲官跟我一样 就是他考上的时候 会选择检察官这个职业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犯罪侦查技巧上 其实检察官就是个读书人 实际上都是警察在受证 跟台湾其实很像 所以检察官他就会 相信警察的证据 而警察的证据可能都筛选过了 而法官呢 就更会相信检警 就是这是一个习惯 尤其在台湾可能还有核讯问题 尤其核讯的机构 又是在保护底下 我曾经写过一个投诉叫 徐志强引证信者 我就去说明最高法院的那些 老法官的心态就是认为 所谓的司法威信 就是要巩固检警的公信力 就是我要帮助这个 而不是人权保障 所以他就会很幸福 这个系统里面给他的资料 而法官其实就是最后的 你说他是受害者 最后被这个系统骗 可是实际上最后决定的就是你法官 你是可以推翻他 你自己没有勇气 或自己没有能力 或自己不愿意去做这些 那这个法官当然自己是真的要检查 其他问题 你觉得是吗 还有问题吗 据于刚才就是当然讲的那一段 所以要改变不是那些法官想法吗 为什么是直接去改变 实行纯粹呢 我只能讲个结论 就算你通通改变 也不可能没有冤害 也不可能没有 我判过那种非常超完美的泛毒案 完美到我觉得像假的 像所有的警察都安排好了 然后制造一个买毒的证据 卖毒争议 然后就这样 刚好交易的时候就这样说 超完美 我在法宁上就说 这个案子完美到 没有这么完美的证据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错过它 可是我真的还怀疑 他是被陷害的 可是我没有证据可以显示 而那个被告 也完全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怀疑 你问我 我还是判他犯毒 但是我自己觉得一定有问题 那怎么办 就 而那个只是关了他 你说15年或几年 他最后还有可能疲犯 但如果你是杀了他呢 就说你 我套 因为黄文靖老师讲的 我们最多只能说 那种没有死刑的被告 我们说 我们只能说 跟你道歉说 你为国 为国牺牲 对 但是死刑的被告 怎么能跟他说 抱歉你为国捐躯吧 对 那个挽救不回来 挽救不回来 对 想想想 或者想想 如果郑敬哲 许志强 他们就这样死了 你可能不知道 许志强案 许志强案最后 不是许志强案 那个 邱和尊案 最后确定的判决 都很多啦 包括郑敬哲案 其实他都 他那些最后做成 确定判决 那些 竹笔的法官 都是被司法事务界 称为非常优秀的法官 但没有发现 这下来说 我也不会怀疑 这些法官的能力 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也被收到 非常厉害的法官 我好不容易再回答 这样不对 拍一件 拍一件去 我跟我隔壁也都是做非法律人 所以刚刚在听的时候 有几个词 我们不是很懂 什么是厂业 跟什么是宿罪 这样吗 你刚刚有讲到这两个 厂业办已经删除了 好 然后还有 还有两个问题 要给前法官 一个是 你刚刚说那个 有五个人拿一个巨大的佛像 把另外一个人砸死 对对对对 然后四个全部都推 是最后那个盗案人 但你说你在判的时候 你只好判他杀人会谁 这件事情你 这样做是对的吗 还是 还是 线上你只能这样做 还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 就是怪怪的 然后 到底可以怎么解决这件事 还有 第二个问题是 你刚刚说到 法官里面 就是法庭里面的转型正义 你觉得这很应该做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跟谁开始做 好 这好谈 第二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 李茂森老师就说 把法院烧掉 重新 重新 好 我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你刚刚前面讲说 你给一审地院的法官的建议 是说 不要判死刑 好 那后面就实行的案件 都会少很多 那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假设 真的 所有地院都不判死刑 那你觉得还有对 对此的必要吗 我问题是不可能 好 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我们先带到这一位 然后坚本回答完 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 我的问题是 不要针对 请法官 就是 你在最近几个一些 无差别的下人事件 已经其实可以看到说 他们想要下人的动机 都是因为他们想要死 可是他们自己没有勇气死 所以他们就 要求死 然后就靠这个方式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 死刑 那已经变成一种 一种 人命外自杀的 一个很昂贵的工具 对 但房间间听不懂 对 但是 听得懂 法官的时候 在面对这样的个案的时候 或者是像刚刚那个 坚本长的那个 指导库男孩 那个个案 就是他一直说 就是怕我死刑 怕我死刑 那这时候法官到底 在面对这样子的案子的时候 要什么样的方式去看 就是 如果我怕他死刑 也是对他这种折磨 或者是 那我把他判死了 就好像死刑 他就真的变成一个工具了 那 就是 这死刑的存在 他就变成一个很暴谬的存在 那要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对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 就是你针对军婉老师 就是 刚刚讲的一些个案 比如说 在讲《警要酷男孩》 那时候看文章 就苦了这样子 那想要问说 那有没有一些看觉 是你看的 就是 你会很生气 然后就是 就觉得 这个真的应该要给他死 或是 那你是怎么去处理 你这样子的情绪 就是作为一个 被除此刑的支持者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这样子自己的人性 或是 那种感触 那第二个问题我也没想回答 没有 第一个问题我只花一分钟 其实就是 当然就是废掉死起来 就不会有这个工具 然后 然后 你刚刚说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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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怎么马上忘记 你先回答我想一想 那要马上回就忘记 好 那 回头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就是我们假如用阿发购来当法官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我觉得问题在于说 这个任何人工智慧 还是需要人去设计 对不对 那在那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觉得 因为法官是人不是神 所以人可能会犯错 那么我们寄望 另外某一种东西 非人的东西 可以避免那个人为的错误 然而问题却在于 那个非人的东西 却也是人所设计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 所以我倒觉得说 我们真的应该去面对说 我们不管怎么样设计这个制度 虽然当然我们在 我们在司法改革的这个部分 从来没有放弃过 未来也不会放弃 我们当然总是在想办法 让这个系统更好 让这个正义制造公司 能够有更高的效率 和做出更好的产品 这件事情我们不会放弃 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 就是说他就是不可能 零错误 好 那我觉得在面对 在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 或者应该想过来说 当我们在思考 要不要死刑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忘记 前提是 不管再怎么样 就是不可能零错误 我们看世界上 最最最先进的国家 不管你认为 最先进的国家是哪一国 没有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敢说 我是不会犯错的 就事实上不存在这种东西 那既然不存在这种东西 我们却常常听到有人的前提是说 那个冤枉的当然不要打死 但是罪证确凿当然可以打死 对啊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一个 到底是冤枉的 还是罪证确凿的 每一个冤案 当我们研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讲出来 大家都会说好离谱 怎么会这样 即使我们听到 对刚才前法官在说 那个法官的被害人 那是讲德国的案例 那很多很多这个 留学德国的学者 看到的时候 非常惊讶觉得说 德国已经是我们心目中的 理想的国度了 没有想到 连他们都这样 那我就想到 那时候看明镜周刊 我打场 我看到那本书 快崩溃了 因为我也是认为 德国是很文明 结果 他的冤枉比我还说 还离谱的判斜都有 我真的看到快崩溃 我觉得很多的冤案 其实 当我们事后知名看来 都觉得 怎么会这么离谱 像有一个德国的案例 是说 这个 判决认为说 这个被害人 被他们全家人 联合起来分尸 杀掉 所以那尸体已经不见了 因为把尸体拿去 喂 你们那个是 我看 我现在从别的地方看到了 好 那个案件是说 这个人被杀掉了 然后把他的尸体先拿去 喂家里养的狗 然后狗又吃剩下的呢 再把他拿去喂猪 所以这个人尸骨无存了 然后所以把他太太跟他女儿 跟他女儿的男朋友抓起来 就认为他们三个联合起来 把这个人杀掉了 结果呢 有一天在河里面捞起一个浮尸 然后就是这个人 显然连任人带车 冲到河里去了 然后捞起来念DNA 发现就是这个人 就是那一家的孩子 所以这个人根本没有被他的家人杀死 不是中国大陆 是德国的案例吗 那几乎每一个案件 每一个冤案 等到我们发现真相的时候 都会觉得 喔拜託怎么可能 可是问题是在当时 在做判决的当时 在执行的当时 真的就是不知道 那时候德国的明镜中刊 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 讲完以后 当然他难免也说 他们司法最终应该怎么怎么改进 但是最后讲一点说 幸好我们德国没有死刑 因为真的就是 连德国人也必须面对 他们再怎么样精确 再怎么样龟毛 再怎么样完美主义 他就是没办法做到零缺点 他就是没有办法不犯错 所以真的唯一解决之道 就是一部分的解决之道 就是不要有那种 严重侵害人民权益 而你无法弥补的那种刑法 那这样子也就连带去 我挑过一个问题 待会再回来 这样连来去回应刚才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讲到这个医疗系统 那其实这位朋友 我觉得提出很清晰的一个思考 我稍微重复一下 他说第一个是我们有死刑 第二个是我们有一些造成冤狱的因素 那这样才造成死刑里面有冤案 我们为什么不去解决那个冤狱因素 而是要把死刑拿掉呢 所以我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我们无法再怎么样去改变司法制度 再怎么样改进他 无法完全消除冤案的可能性 真的就是做不到 不止台湾人做不到 任何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度的人 也都做不到 这是第一个原因 但是这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你问到了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为什么反对死刑 第一个原因是可能会冤枉 第二个原因是 我认为国家没有这样的权利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赋予国家这样的权利 就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刑罚都有一个上限 我们惩罚人可以惩罚到什么程度 过去不只是判死刑 而且要判车裂 要判凌迟 那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 这样执行死刑的方式了 那如果现在还有凌迟 或者是车裂这样的执行死刑方式 我们会认为说那样太残忍了 那这个残忍的概念怎样算残忍 其实这个是不断浮动的一种 因为这个标准会随着时代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嘛 可是我们至少可以 我们至少可以定义残忍 就是说怎么样是过度 就说不要过度 就说如果是一个过度的刑罚 我们会认为说这样是残忍的 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如果现在我们抓到一个坏人 然后他确实很坏 然后我们也确实可以确定就是他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 就说这个时候我们势必要对他做某种处置 以便于保护所有其他的人 如果说认为他就是一定会再犯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说 我们只要把他隔离起来 把他关在监狱里面隔离起来 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保护其他人的目的了 那既然这样子目的已经可以达到的话 我就会回头去问说 那把他杀掉是为了什么呢 我讲这个是很具体的从这个书建 OK 那个不会讲太久 好 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讲 我们想像 这个社会里面的坏人 常常在我们想像中觉得 他是我们社会的敌人 他是人民公敌 因为他会危害于我们社会里面其他的人 那我们想像 我们如果在战争状态的话 对敌人是什么 战争状态是可以杀敌人的对不对 好 可是呢 大家常常用战争状态杀敌人的比喻 来思考死刑 可是大家常常忘记了 死刑犯人 如果用这个战争的比喻的话 死刑犯人不是敌人喔 死刑犯人是我们已经把他抓到了 经过审判 把他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敌人 他是战俘 就在战争前一刻他还是敌人 但我们一旦把他抓到以后 他就是战俘 好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被缴械了 也就是他已经失去了 继续犯罪的能力了 那即使你说他没有教化的可能性 他心里还是想要杀人 问题是他实质上 已经没有犯罪能力了 好 那根据日内华公约 对于战俘你可以怎么处理 你不可以杀战俘的 你可以杀敌人 但是你不可以杀战俘 好 这个战俘其实 日内华公约里面 有非常长串的规定 关于战俘最起码的权利 那其实就是同样的概念 就是说每一个人 有他最最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权利 那是谁都不可以侵犯的 好 好 那这个即使是对待战俘中的敌人 当这个敌人已经失去杀害我的能力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他的位阶就变成战俘了 好 那如果在战争中我们对待战俘 尚且是有这样子的最低标准 怎么一个国家在非战争状态 对付自己的国民却可以杀掉他 好 这个是我有很大问号的 那具体来讲就是说 现在一个 现在比方说我们现在还 关在牢里面的这些死刑犯人 他们这样继续关下去 纵然他们现在没有被叫化 还全部都是超级大派人好了 他又能危害于谁 他又能加害于谁呢 就是这个此刻我们的社会安全 已经不被那些死刑犯人所威胁了 因此我会认为说 在这个状况下去执行死刑 是一种过度的刑罚 就我们为了保全我们的这个社会 为了保全所谓好人的安全 那事实上 把他经过审判以后关在牢里面 就这件事情就 这个目的就已经达成了 所以我会认为 我反对死刑的另外一个理由 跟冤案无关的 就是说 我认为国家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国家只要用监禁 就可以达到保护他国民的 这个 这个 这是国家的责任 他只要用监禁 就可以尽到他的这个责任了 那他其实不应该用死刑 这是我的回答 然后回头去 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司法改革 国际会议员在思考司法改革的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到 基层的法官和检察官的处境 这是法官检察官常常有的抱怨 其实我们最近听到的 都是来自检察官的抱怨比较多吧 那检察官主要认为说 他们的工作量很重 是完全不人道的工作量 但是却承受我们很多的责难 那其实对于他们的工作的描述 我相当程度都可以同意 那但是我会认为说 检察系统里面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一点 是升官图的问题 他的组织架构 然后另外一点呢 是劳逸不均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见得检察官是人力不够 而是有很多检察官里面的 占了这个缺 但是他不办案的 因此我会认为 对于基层检察官 我对他们没有敌意 但是我必须说 问题并不出在于 要补更多的人和更多的钱 而在于 这个既有的体制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调整 那我对基层检察官的意见是说 我好奇他为什么不去 检讨这个高层的问题 包括这个升官图 会造成在他们执行工作上面 可能不见得真正有做到 这个法律所要求他的 有利不利益律注意 那就是说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在我们内部的群组性里面 我写过两句话 我说法官检察官 他们虽然是司法改革的课题 可是也是执行司法改革的主体 因为司法改革不管做了什么决定 将来政策不管怎么做 是这些实务工作者必须去处理的 他们必须实际上去执行 但是我并不认为 只有司法体系里面的人才有资格 因为他们的抱怨常常是认为说 那我们外人我们不是法律人 我们不是实务工作者 所以我们不懂 但我不认为 我倒认为这种态度是 常常是不断的 就是这种态度似乎只是用来 排除外界对他们的批评 那我会认为说司法改革 应该是内和外都应该要一起合作的 就是说从外部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往往在执行上应该如何改变 这个我们非常需要实务工作者的意见 很可能他们才能够说 怎么样执行是可行的 然后应该怎么样改革 我们有可能只是表达我们的看法 然后指出一个方向 可是实际上的执行更细节的Mega 很可能是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才会明白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 在谈跟司法相关议题的时候 一直不断希望强调的 就是说不是针对任何人 所以我不认为去骂人家 恐龙法官或恐龙检察官 能够对司法改革有任何的好处 不会的 因为你纯粹去把一群人污名化 这个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毫无注意 那我会觉得重要的是 我们一起来思考 到底制度上怎么样改变 会使得在里头的人能够 能够当他做的对的时候 他会得到奖励 当他做的错的时候 他会得到司徒的存储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适用的目标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其他问题是前法官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看了会觉得戏后的这种判决 其实也有 在阅读的过程里面 其实也有 尤其是 也看到某一些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犯罪 是性别的犯罪 就是说 性犯罪的意思是说 他想要 比如说常见杀人是性犯罪 对不对 有一些性别的犯罪就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是一个针对女性的犯罪 是有这一类型的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确实有 那个东西确实有牵动我更多的情绪 那我在想每一个人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 因为你有自己的成长的历程 和你的价值观 是一定有某一种类型的犯罪 是你最为痛恨的 有些人会最痛恨那种杀小孩的 那侵犯女性的 有可能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难免有这个 有一个priority 就是有我最痛恨的一种犯罪 会有的 那我觉得 在 就是说 我 这些情绪其实我也都有 可是 要说我如何 其实大概 大概说起来到也很简单 就是 我刚才所讲的那两个理由 每一次我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 回头再去思考 冤案的可能性 以及思考 国家的 这个 惩罚的权力到哪里 最终我好像就还是觉得说 我认为国家没有这样子的权力 大家或许还记得 我在杀戮的艰难里面 讲过一件事情 就有个朋友借我一个很奇怪的照片集 那个照片集是某一个警探搜集的 所以那里面就是各种被害人的死状的照片 那被卡得很惨的很多 就是完全不成型的 那当我看到那样子的照片的时候 我也确实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我认为那个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在谈论死刑议题的时候 我始终觉得 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态度说 你只要支持死刑就表示 是你有问题或你是笨蛋或你是错的 我倒觉得说 当我们看到被害人的被害 我们都会有一种义愤 都会有一种同理同情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那个情绪我有 然后我从来不觉得 我需要去压抑那个情绪 那在我接纳这个情绪之后 我只是要问说 那这个情绪是不是表示 我希望国家也多杀一个人来替这个复仇 那这里就让我进一步的去思考说 那我到底期待的正义是什么 虽然我们好像很习惯的 会反射性的觉得说 那正义就是要惩罚啊 然后那最严重的犯罪就是要有最严重的惩罚 那就是要死刑 虽然这是一个我们习惯的这种连结方式 可是我只能够说 当我越去近距离的看死刑 不管是看具体的案件 或者是抽象的制度的思考 越看我就越觉得死刑不是正义 好 就像刚才讲的 只尿酷男孩的这个例子 死刑就不是正义 那冤案里面死刑也不是正义 然后我看到太多那种 在良刑的部分 胡说八道 就把人家判死刑的 好 那种纵然说 论罪的部分可以成立 可是量刑的部分 是其实是不成立的 那个也不是正义 那最终我会觉得 我不愿意说 国家利用我们的这种情绪 同情被害人也好 或者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危也好 利用这种情绪 就去扩张国家的权利 这个是我认为 从公民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是我不会做的一种选择 从全班的回答 我又好像讲辟了很多 不过那个 我一直讲一个 就是刚刚照我问的 那个内部 就是说处境的问题 我也觉得 甲官 我一直觉得 社会会可以到法国部提供一个资料 就是到底有多少甲官的侦查 我猜到报道只有六成 你现在想看 你扣掉公署组 扣掉主任 别跟我说主任在办侦查 主任就是办那个几件酒驾 那没有意义的 那扣掉公署组 公署组甲官 扣掉主任 扣掉二神甲官 再扣掉那个 各位知道 我们多少政府机关里面的政风 主任法制处长 都是甲官当的吗 入委会法制处处长 警政署政风是主任 包括司法院政风处主任 都是检查官 那些甲官更是不办 而且他们长期就在 检查行政里面 对啊 你扣掉那些甲官 你自己看看 还剩多少甲官的办成长 基层两个大概那意思啊 那基层两个为什么不敢自己对内 这很简单嘛 因为有一天 还会变成那个人 就像我一直泡打最高牌 那个是我很早就放弃 我自己说我不要去嘴巴打电 我知道 你这样做就不可能去嘴巴打电 那我就放弃 那我才能开始说这个事情 因为我决定 我自己先到我自己那个路 对不对 那第二就是 你得罪这些 得罪这些人上不去嘛 第二就是 你以后也想要成为那个位子 那你先去改变 让他们也要办 那不是无穷不止迹的 以后我也要做那么辛苦吗 我这是从人性啊 当然其他女的我都不说 那我回过来 就是先回答 刚才讲 我想起来 你说 那种求死的人 对不对 他就一心求死 你为什么不给他的头快 就是他就真的想死 这种例子 我大概审过二十几个杀人烂箭 我以前曾经算过 不然我当审判打赔琪受命 我有过这样的例子啊 那个刑杀的案件 那个被告就是 就是女友被判 然后他就去拿一把刀 然后去杀他 刀从这里脖子 这样插进去 然后再射去 从电梯就这样拖到地下室 射去大家在上班 怕他们看 就这样拖 那当然就报案 后来就把他抓到 他从头到尾都跟我说 判我死刑 判我死刑 法庭上面被害者家属追打他 我觉得我当准备很难 我法庭维持不力 就一直拦不了那个家属 然后他就也让家属一直打他 然后每一次对人家属 他就说给我死 给我死 那个孩子被我们判了武器突刑 我记得 判了武器突刑 就说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现在的想法一定是想说 我要一起死 因为我被判太痛苦了 对不对 十五年后呢 二十五年后呢 以前武器人十五年假释 对不对 现在武器人要二十五年后假释 你真的能够保证 你二十五年后不会变吗 你二十五年后还会继续想要死吗 我不相信 因为我一直觉得时间 是最神奇的魔术是 它可以治疗你的情绪 所以你要等他时间 就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判断一个人 这个时候 你说我不能判断 我一定认为他以后会杀人 所以我现在就能杀他 你怎么判断他二十五年后 根本不会杀人 先不要讲二十五年后 每个人就差不多老了 就说根本不可能 你怎么去判断未来 他一定会杀人 因为很多人用这个理由 说我如果我现在不杀他 以后还会杀人 或者三十五年后的事发不可能 那有没有说 就顺便回答说 有没有说那种所谓很残忍的 被告让你不寒而栗的 有 我审理案件里面有一件 我说实在 我现在想到他眼光都会怕 我甚至 那个案件我最后还是判武器徒刑 我甚至后来梦过他 梦到他夹齿我太太 在我们家里面派 我整个案件被吓起 就那个眼神我忘不掉 而那个案子 他其实是 就是无差别站 他在公园里面 要借一对老先生老夫付的钱 然后老先生老夫都说 钱给你 他还是一刀刺过去 就把老先生给刺死了 然后呢 他其实曾经杀过一次的 无期徒刑假释出来 又再犯这件 然后那件呢 是我去游说 先游说陪袭 请他投我一票 他无期徒刑 因为确定我现在可以讲 然后我开始便宜的时候 因为两票就赢了 后来 判决拿给他签的时候 裴喜还抱怨 他说 你没有跟我说他杀过的 如果他曾经杀过 我根本不会投你一票 我说我真的跟你讲过 我们两个会撑这半票 我说我有跟你讲过 他说你没有 反正案子后来就无期徒刑确定 那个就是我认为很恐怖 那另外还有一个被告 我眼神也忘不掉 就是潘怡刚刚问我的那个 拿猴像炸了那个被告 我必须承认 那个案子是我刚分发 在台中第一年的时候 一个充满正义感的法官 如果你问我现在的案子 会怎么判 我很可能就用罪理为妻 也判他故意伤害 因为我没有办法判他是谁 可是我必须承认 那个时候我刚分发 也是充满正义感 四个人都已经是判了伤害 就剩五一个了 那个虽然别人判 我也有叫 叫他们来作证 那只来了一个 我印象中来了一个 他还是说是他 然后再来 真的他最像老大 那个眼神 那个 刚刚那时候 我到现在也都还记得 那个很恐怖的眼神 就是一副 你如果敢看我 上一位睡话 一等的呛 那种眼神 虽然他当天没有对我放话 什么的 我必须承认 所以 那我还在里面去写的时候 不投法官做了判官的情况 怎么样 我还是很负责的去写 我只能这样说 那 再来就是 你刚刚问到厂业跟宿罪 厂业犯的意思就是 以这个犯罪当职业 所以我刚才跟杰奔说 我吓一跳 杀了也有厂业犯 那可能就是被告大哥 或什么样的情况 组织犯罪 那我们现在刑法都废掉厂业犯 譬如厂业赌博 还有厂业什么 反正很多厂业犯 现在都都已经拿掉 它某种角度就是一种 立法规定的迭续犯法 这样讲 就是以这个犯当职业 现在都已经拿掉 那个基本上都是加重 都会加重情形 法帝都加重情形 那宿罪就是不同的罪 宿罪 宿罪 你怎么解决问题 这真的很难 我承认 我现在想说 如果要我主导司马行政的话 不是只因为 这当然严重 一个法官贪污 要全面清查他所有的案子 那要耗费更好的资源 我承认那非常困难 但是不能因为困难 就不去做 可能只能尽量去死 譬如说 还是可以想出方法 譬如说 他的案件得当事人来申诉的 我开放一段时间 让你申诉 我怀疑这件没有问题 其实白毛他们 就成龙和他们贪污 被抓的时候 有好多他以前金手案子的当事人 是有来谈冤的 他说 所以我一定也有问题 我的案子一定被怎样 那那种有来有来有意见的 你就应该去查 你就应该查 不是通话不管 说我没有这预证 哪有你根本还没查 那至于没有来申诉 那只好算了 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 那个疑虑清场的难题 我能够马上想到的是这样子 那 没有 那我们再来 还有什么问题吗 9点3.4 9点3.4 你们要结束吗 我就会一次举手 然后 好我们最后一轮好不好 再三个问题好了 好像后面先举手 再来再这个中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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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秋芬有提到 他的论文里面的判决 他其实看到一个现象叫做 就是法官其实看到的是罪 不是这个人 那其实我自己有一次在跟我 一个支持死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死刑这个问题 就有点像中医跟西医面对癌症没问题 就是西医看到的癌症就是 我们对抗他 那我们直接用化疗 就是放射症 直接把好的细胞 跟不好的细胞 全部杀死 那就有点像是好人坏人 冤枉的人一起死 那中医看到的可能就是 我来好好治疗一下这个人 让你身体好一点 可能我们社会安全网接住了 就会少会脸这样的人 那可是我其实刚刚在听到 那个法官其实整个养成过程 其实他处理的是罪 可能他有很多很多的课程 包括背景都在训练他 怎么样处理一个人犯罪 所以我其实是会有点想要问两位就是 包括最近可能那个施改 那个国事会议可能也在讨论 整个司法官的养成过程 因为可能我们在养成过程里面 根本没有训练这些人 如何看见人 所以我其实是想问 杰芬跟前法官 有没有对这个部分的一些建议 如何让法官们多一点点 在他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 跟他的自由的时候 多看见一点人 这样 好 那我是法律系的同学 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 其实 呃 从刚刚的主讲里面 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 基本上有死型的话 就代表他 有非常大的机会 或者是 甚至可以说绝对会有误盘 那只是说会有误盘 其实就跟我们会有风险一样 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重点应该是他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治疑死刑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吧 那就像是我们开车 每个可以开车的国家 一定都会有人被撞死 可是我们不会应该在那里自己开车 那我在想的问题是 其实死刑到底 有没有任何一点可能 带给我们什么什么利益呢 而他这个利益 利益却跟我们误盼被执行掉了 这个是神秘的利益三 当然 虽然说人的法益 应该是绝对法误 可是在预防理论的思考下 其实刑法本来就是把人工具化 也就是如果从预防理论去看 人很不幸的 他就是必须 因为现在这样 必须要把人当成工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工具 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吗 那会因为生病权 要受到绝对保护的概念 去成为一个例外吗 那另外一点是说 立法者其实已经 帮我们做利益很良 我在想他们在立法的时候 可能或多或少有想到说 可能会有无判无敌 那立法者有没有这个权利 比较小的问题是立法者 他这样立衡量对吗 另外一点是 他有没有这个权利 去做这个立衡量 去帮我们决定说 那没关系 我们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可以剥夺人的生命 谢谢 我们约下进去吃饭 对 好 我们好像是国室委员 那个司法班的养成 其实我们的确有在讨论 那我其实蛮好奇一点就是 呃 我是非法律的 那我短短的 应该说一个月多左右时间 我其实意识到一件事情 整个司法制度 就是想要把一个人判刑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想办法把一个人判刑 所以从检察官 从警察 到检察官 到法官 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 想办法把一个案子冲进来送 我一定要判他刑 那这个东西 刚刚前法官讲到说 呃 捐证 捐证病送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东西 其实是那个 呃 检察官可能会 在那个 寫书一本主义里面 可能会把一些案子冲起来 我觉得这个 抱歉 我直接讲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对这个司法的 正义的想像 寄托在一个 懒惰的检察官的身上 因为他在 捐证病送的时候 他懒到 没有小说法分开来 可是在 寫书一本主义的时候 他想说 哦不行 我做准备 所以你不觉得你这样讲的时候 刚好就正所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从司法官养承 到法官的判刑 到你们 法官跟司法官之间的关系 你们都是 和联合器来 对抗被告 而被告在这里面 他是要一个人对抗国家的激情 而对抗国家的激情里面 因为我们要谈的事情应该是 我们改个如何更公正的制度 而这公正制度 你发现 在整个改革里面 我们很少谈这件事情 好 我先回答 那 好像今天这个问题好了 其实 我只讲一个故事 我不认为 我只是想要判非要行 我记得 我私讯所 美国88年 要 截训的那一天 要截训那一天 我坐我旁边一个女同学 她是那个诚心学佛的人 应该学您家的人 她现在不知道在哪个法院 她跟我说 她说我觉得 她觉得未来工作毫无聊 觉得目标不知道在哪边 就是 因为我都照搭办办 我都要当行李闸搭办 她说反正就是一直盼人家有罪 盼人家有罪 到底有什么意思 她说 她觉得可以想这样 是一个很无趣的工作 我怎么回她呢 她认识我记得 我说同学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在那个过程中 只要 我先回她 我直接回她 你不觉得 当我们在那个审理过程中 判了一个被告无罪 是多么 多么有成就的事 我这样回她 就我们如果可以 救一个被告回来 而不会被检察官冤枉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要当法官的 因为都确定我要分担法官 有的人是检察官 我们是确定要分担法官 我说这不就是我们 当法官最大的意义 所以我倒是对未来的工作 充满了期待 我这样回她 好 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用中医跟西医来比喻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比喻 以前我常用的比喻 是我觉得死刑 是很像能力分拌 就是说 要一般要教这个程度 撑斥不起的小孩 实在太困难了 所以我们挑出那个 比较逊的小孩 我们放弃她 直接把她变成放牛班 然后我们就不理她了 那我们就把所有好的资源 都投注在那些 将来会有出息的小孩身上 这个是能力分担 那死刑其实就像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社会里面 挑出那所谓不可教化的 然后我们决定 我们要放弃她了 我们要把她 从这个共同体里面切割出去 那我觉得确实 关于死刑的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某一点上就是会碰触到 这个共同体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能力分班 是很荒谬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对小孩 因为我们不可以放弃小孩 那我要问说 我们可以放弃大人吗 假如小孩被放弃的状态 对于我们未来整体是不利的 那我们放弃一个大人 最后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我们现在说监狱里面状况不好 所以我们应该投注多一点资源在监狱里面 大家都会激烈的反对 也会认为说不要浪费钱在坏人身上 然后应该拿这些钱去给小孩吃那样午餐 问题是那些监狱里面所谓的坏人 大部分的人将来会离开监狱 而回到这个社会里头来 我们监狱里面关五万多六万人 现在可能四五十个是死刑犯 所以五六万人减掉那四十几个 剩下的人全部都会回归社会 那如果这些人 他们在监狱里面受到的是虐待 是羞辱 当他回归社会 然后没有任何力量在支撑他 他就会继续犯罪 要不然他要怎么活下去 那这样子的例子 其实就是在说 我们虽然很希望用审视的方式 像是割除癌细胞一样的 就眼不见围景 把这些人就除掉他 就解决问题了 但是这样往往是没有解决问题的 那我觉得这里面最终的是一种价值选择 就是说你想象的理想的教育 是用能力分班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养出更厉害的学生 某些人会被放弃 牺牲了某些人 还是说你会觉得 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人 那如果说我们对于教育 怀有某一种愿景 觉得我们花资源在这里 花资源在人身上 是值得的事情 是对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想要的共同体 我们想要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 那我们就应该朝向这个方向去走 那我知道很多台湾人 会向往新加坡式的社会 认为他们既有钱 然后又现代化 那不民主没关系 你就不要去哪里吃口香糖就好了 否则就要用边形 那有一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就说 你能不能够想象 你出国旅游的时候 在火车上遇到其他人 然后那是各地来的旅行者 大家就聊天 你就说我从台湾来 他们就说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很有钱 而且你们有边形 如果是那样 如果台湾是一个那样的社会 那样的国家 你在那一刻会不会觉得很骄傲 还是觉得很丢脸 好 这个就是价值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价值选择 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最后集体决定的 我们到底想要活在一个 什么样的社会里面 那这个相当程度上 可以回答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立法者有没有这个裁量权 也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刑法 确实如你所讲的就是说 所有的刑法 我们有那个利弊衡量的得失 那到底死刑的利益何在 我还是要回到我前面所讲 我这样说死刑 大家常常幻想说废除死刑以后 这些人就会死刑犯会满街跑 但这是荒谬的 不可能嘛 如果废除死刑这些人 当然是改判最重的那一种刑法 如果用现在的体制来讲 就是无期徒刑 换句话说我们要比较的是 死刑如何比无期徒刑还更好 好 他比较的基准 应该是死刑跟无期徒刑来比较 好 那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想要维护社会安全的这个目的 用无期徒刑可以达成了 因此我会质疑说 这个时候你在用死刑 我认为是过大 是过度 对 我就会觉得说他的必要性 我有很大的问号 那还有一次有个朋友问我一个非常有创意的问题 他说假设 假设这个家伙有超能力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监狱关注他 可能像X战警里面那个 好 他都可以穿墙而出 那我没有办法关他 好 那这种情形 我会不会支持有死刑 这种情形我会支持 因为这种情形 这就出现了那个差别 这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这就是一个只有死刑能够解决的 而无期徒刑无法解决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监狱的话 那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悖论 因为我们把他抓住了 就是经过审判程序才能够定他罪 所以显然我们是有办法 显然是有办法可以关注他的 好 对 那我只说纯粹我们作为一个头脑体操的话 这样的讨论是可以逼出一些 我们对于死刑真正的到底赞成他的原因是什么 反对他的原因是什么 好 那这个是我的回答 好 然后第三个回应一下 为止我的看法 就是觉得说 司法似乎只想要定罪 然后只想要联手来对付被告 老实说我在司法国事会议之前 我认识的法官通常都是前法官这一行的 所以我都不觉得是这样 但是呢 这次司法国事会议里面 确实让我大开眼界 因为从这些基层司法人员的 特别是从这 法官也有些投书 那也有很多检察官的投书 那从这里我才听到了另外一种 食物界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采样上注定会有的偏误 比如说我也曾经去过法院演讲 但是会找我去演讲的法院 当然他们是比较开放 比较愿意听外界声音的 那所以这次呢 这是我的初体验就是我真正听到了 真正这些 这些可能是为数多数的司法人员的声音 所以这一次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那我会觉得我仍然有个基本的立场 就是说我希望不要全称的去 或者说我希望不要去激化 法律人跟非法律人的对立 因为我真心的认为司法改革如果要能够推动的话 法律人跟非法律人都要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才行 否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认为方向在这里 而法律人特别是食物工作者 总是两手一摊说那个行不通 你不懂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跟18年前是一样的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会议 但是仍然没有 没有能够真正的往前进到那里去 那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 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尽量降低那些 尽量降低那些 情绪上面的反弹 比方说检察官非常担心 如果他被定义为行政官的话 他的这个很多的 他的很多身份保障可能就不如 因为检察官的薪资结构里面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司法家籍 如果他不再是司法官的话 那他的薪水上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对他们不公平 那这一点其实关于司法官的这个 权益上面的保障 这个任何想要 想要改变检察系统的人 从来没有反对过 大家从来绝无意义的认为说 检察官当然应该继续享有 他们既有的保障 就这个部分是 没有任何人想要去 想要去缩减他的 那但是如果继续按照限制下去 我觉得确实就是会 继续的让被告在法庭上 是处在一个两个打一个的位置 而且那两个都是握有国家权力的 而被告却是手无寸铁的一个个人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 在司法系统里面看到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司法的这个 这个诉讼的这个金三角里面 不是一个等边三角 不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就他的不对等 那他总是朝向这个检察官这边倾斜 那这样子会对于被告的人群会形成一些侵害 那这个是我觉得 在我现在看到司法制度 我觉得最需要被改变的事情 那接下来 千万个人没有回忆